第234章 多情的转世而去 张克跟婉晴说 让她将从正态套出的资金给她用 婉晴毫不犹豫地就点头答应 张克笑着说 你怎么不想想就答应 要想什么 婉晴将垂在毛子前的一缕头发 撩至耳后 毛子里藏着一分疑惑 拍了拍脑袋 才恍然大悟 哦 很长时间没听你说艾达了 确实 张克将紧胡的事情完全推给婉晴 七月又将周游 刘明辉 许思等人从紧胡抽走 谢婉晴为紧胡的事情 忙得焦头烂额 没有余霞非常透彻地关注艾达的事情 那你给我好好说说 张克慢慢将最近一段时间 影碟机的市场变化 与今后几年的前景分析给她听 谢婉晴不知不觉地入了神 变了一个姿势 抱膝拳坐着 下巴磕在膝盖上 黑色毛子正正地看着张克 张克看着婉晴的毛子 水盈盈的精亮 目光落到她的腿上 鲜巧静白 异常地精致 见上美女先看腿羽足 一个女人的雅致与轻盈 都体现鲜鲜小腿 与静白无骨的御足上 谢婉晴抱歇而坐 圆怂怂的胸部夹在胸腿之间 穿着宽松的针织短袖 看不出规模 这一座 两肋挤出完美的弧形曲线 张克忍不住贪婪地多看了两眼 谢婉晴入神地听张克的话 见她不说话 低头看到了一眼 才晓得她盯着那里看 不经意地换了一个姿势 女人平日嫌自己凶大累赘 但能吸引男人眼球 又觉得十分自豪 只是张克收回目光十分自然 可不像十六七岁的少年 这时候会有慌张 谢婉晴心里笑了笑 张克倒是什么地方都表现得老练 偷看的眼神 也非常有成熟男人的味道 心里有着麻麻的感觉 故作镇静地对张克说 怎么不说下去 没有了 就这些 张克还不想说得太过 笑着说 许思姐那边可是最重要的一步棋 每块解码板 真能截留着多么的利润 谢婉晴定睛看着张克 不是比整机的利润还要高 差不多 只要解码板的技术垄断 不被第三家公司打破 就能一直维持这么高的垄断利润 谁都想不到两三年 我们会这么有钱 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听到张克说我们两字 婉晴心里有些感动 但是她还能分得清形式 她手捂着胸 下巴又重新磕在膝盖上 却又让回想上回看到的情形 一对玉白色大乳 在睡衣里晃荡 我只对艾达电子入股 艾达现在的资金链太悬了 有两三千万的现金流会好看一些 香港的代理公司 我不参与 没有婉晴姐 我哪里能做到这一步 不要说 婉晴眼睛睁大一些 不让张克说下去 海玉能走到这一走 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不能再占你的便宜 给别人占便宜 那就算了 给婉晴占便宜 我乐意 张克笑着说 乐意什么 谁爱占你的便宜 婉晴横了她一眼 黑色深邃的眸子 倒是娇柔的温柔 张克伸了身揽腰 赤脚坐了起来 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 轻声地说 等着明天吧 谁也料想不到的明天 看着张克 卓尔不群的背影 修长挺拔 整个夜晚悄然无声 这是一个吸引成熟女人 目光的背影 可以让一个成熟女人 依靠的背影 谢婉晴的眼神有些迷离 那像冰封起来的心 渐渐融化 一个成熟女人的内心 并不永远都是空洞的 苍白的 谢婉晴感觉自己的眼角 有些湿润 想哭 头埋到膝盖下 狠狠地吸了一口 要让自己坚强起来 冰冷起来 但是看到张克 转身望来的黑色眸子 那瞬间的冰冷又在融化 心里温良的水 在轻轻地流淌 啊 都这么晚了 我该走了 我们一直聊天 害得保姆 跟海龙都不得休息 你也该好好休息了 谢婉晴站起身来 没有去穿拖鞋 也学张克那样 赤足站在地板上 我送你下去 客厅里的大理石有些兵 张克俯身 将拖鞋帮婉晴拿来 谢婉晴却似鬼使神钗 似抬起左脚 张克轻轻一笑 说道 你这可就是占我便宜了 手捧起他的左脚 帮他将拖鞋穿上 那一只娇巧细足 五骨般的鱼润 那手指滑过的酥麻快感 仿佛电流一起 穿过心脏 婉晴突然惊醒 忙坐回沙发 惊慌失措地说 你瞎弄什么 脸颊微红 不敢去看张克 抢过那只鞋子 又突然丧气地说 我不送你 你自己下去吧 张克轻轻笑了笑 转身下了楼 想起那个午后出见的情形 她还是那样美丽的一个女人 心里已经有了许思 对唐静也打定注意不放手 谁知道小妮子心里会怎么想 万一以为自己是欺骗她的感情 怎么办 张克甚至不知道 如何去面对陈宁的存在 还是当她不存在 哪里敢再惹其他情事 重新回到94年 就是这点不好 自己内心的情感 都仔细地剖析过 在第一次的人生里 或许能坚定认为 一个人同时只可能爱上一个女人 但是重活一回 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不可能再无所谓地放弃谁 或伤害谁 然而 多情或许是薄情 无情 谁知道呢 又不是谁都能重新活一回 张克没有看到 婉晴娇软无力地坐在沙发 眼睛潮润的诱人样子 他总要将这些烦恼 抛在脑后才下楼 90年代中期 每年上缴国家税费超议员的 民营企业 屈指可数 比起锦城集团 正开的公众形象 要正面的多 谢汉静频频在媒体上露脸 拿他的话来说 他的作秀 若能增加企业知名度 何乐不为 赵锦荣则不喜欢在媒体前露脸 即使有锦城集团的报道 也有很多负面的消息 不需要谢汉静告诫什么 赵锦荣心里能明白 要制止事情继续恶化下去 就是向周复明低头 毕竟在这样的局势下 只有周复明对司法机关 有足够的影响力 最主要的 在海州扎夏的根基 不能轻易地就毁掉 关键是 市里的问题 比正观关系要复杂得多 万象前今天已经提前返回省城了 没有跟市里其他人打招呼 他走之前 跟赵锦荣说起过万勇的出路 调走 只有调走 才能将这盘棋重新走活 两个混账小子 让他们受点教训也好 多少年的基业 差点都毁在他们手里 就算向周复明屈服 万勇已经不可能 再按照设计的轨道 挤进常位 周复明一退 唐学谦上位 万勇就永远没有上升的机会 对这点 万象前看得很透 唐学谦那是口蜜附件 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谢汉竟没能见到万象前一面 有些遗憾 万兆两家似乎抓住解决问题的官窍 他就没有再饶舍 他此行是帮谢建南从赵锦荣这里 打听盛兴的动向 盛兴与锦城签署合作协议 甚至还在海州留下一个筹备 沙田家电大卖场的小组 能知道盛兴与锦城框架协议的具体内容 对了解盛兴的动向 有着很大的帮助 锦城地产在沙田街市 开发那幢商业楼盘 是海州市第一高楼 三层群楼的总面积 就达到一万多平方米 完全建成最快 也要一年半的时间 盛兴此时就确定下合作意向 可见盛兴的决定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谢汉竟对谢建南说 看来对这行业有信心的 华东不止你一个人 叶建兵也没有想到 他配合张克给赵锦荣设下的坑 还会迷惑到别人 不过是促使谢家一开始 就将他的盛兴 当作商业敌人来看待 谢建南不介意地笑着说 就要看谁的手快了 说不定两年后 还是我们海太跟锦城合作呢 谢建南的话 倒是给了赵锦荣很强的信心 他笑着说 不需要两年 周复明一直要求沙田改造 尽快动手 他大概也想在任期内 多出点政绩 多混一件 就算老湾调走 我看周复明 多半会亲自抓土地这块 赵锦荣此时 对周复明能否再干一戒 没有很强的期待 既然要向他低头 总要有些实质性地表示 现在送钱 他一定不会收 他也不是从其他渠道捞不到钱 那就为他 做些其他事情吧 第235章 吃大户 所谓实实物者为俊杰 也所谓胳膊肘 宁不大腿 赵锦荣 万勇向周复明低头 是早有预料的事情 但是三者之间存在的裂障 是无法弥补的 在省里考虑 将万勇平调到新泰当副市长的消息 传出来之前 周复明 还是在市委会议上 公开批评万勇前一段时间 在主持就成改造工作上的一些做法 在会议重点强调 宏远公司的安置房项目 有利于缓解拆迁工作 带来的社会矛盾 市里要增加支持力度 拒绝景城地产 在五里西东滩 给市委成员建筑别墅的诱人提议 但是他也没有敢将赵锦荣得罪 支持唐学谦 原先将五里西东滩 建成城市广场的设想 由市政府拨付专款 全额补贴景城地产 在五里西东滩地块上的损失 周复明也看到 影响大的社会事情 对一个人脆弱的政治生命的打击程度 想到自己在省里 没有过硬的关系 稍有风吹草动 就可能被拉出去当替罪羊 不由的要变得更小心翼翼 开始在开发商与普通市民之间 寻找平衡 这在九十年代中期 至少是一个好的变化 在张克的授意下 谢婉晴在并购 增资等限制条件上 节节退让 但在回购价码上步步的紧逼 迫使政态最终接受三千万的价码 即使是表面的默默温情也好 最终达成合作协议 总要庆祝一下 以后还有相当长的合作期 由于景湖与徐学平之间特殊的关系 庆祝酒会 就设在小景湖畔的别墅 也没有广腰正观名流 九月花飞相谢 庭院里方飞正残 倒是彩灯璀璨夺目 虽然与同属市委大院的其他几栋别墅 都各自有门户 但酒会的闹热还是传入林里的耳朵 作为非正式的私人性的酒会 周复明受到邀请 入夜后 他换了便装 与他爱人从曲折的林英小敬 走到谢婉晴暂时独居的别墅 听到悠扬的音乐声 与人的交谈声 心里寻思 什么东西嫩好赚钱 转手就是三千万 他现在打牌打上了赢 预谋绑架猥亵教师案发生后 他收敛了一些 每次也就几千元的输赢 要赢三千万 还不得累死在牌桌上 还是资本运作最能生前 周复明对经济的事情也算懂一些 但郑太给景胡做出近一个亿的估价 他还是吓了一跳 他不由地开始考虑谢汉晴的建议 让他女儿周红梅回国投资 不便在海州 但可以去卉山或者新泰 无非就是相互照应 谢汉晴在海州就住了一晚 他回海州之后 谈判由谢汉明 谢建南主持 他人在卉山遥控 谢建南在海州住了一个星期 甚至将海太的事物丢给谢婉山 他没有看到他想看的人 张克穿着白色衬衫 身棕色条纹领带 带张克转身走进别墅 谢建南朝谢婉晴走过去 二姐 嗯 谢婉晴疑惑地看着谢建南犹豫不决的样子 海域公司这次获得这么多现金 谢建南没有开口问许思的去向 有没有具体的打算 什么打算 哦 你说这个 谢婉晴以为谢建南是打探口风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无论出于什么考虑 股权收益京都 需要进行再投资 才能合法避税 这笔资金会注入爱达电子 谢建南将头撇向别处 压抑着心理隐隐的不快 虽然正太集团内部 对此次的收购颇为满意 视之为向新的领域 跨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但是张克一副正期待如此的表情 让他心里很不爽快 婉晴的决定 无疑再一次证实 月秀公司就是爱达电子的投资人 月秀公司幕后 到底隐藏什么复杂的关系 谢建南相信 不会在官方文件上体现出来 也没有奢望 从婉晴这里问出什么 他却不知道 他若是静止开口问 婉晴也许会直言相告 月秀公司的背后 至少要比他想象的干净得多 谢婉晴提着碗里扶裙的下摆 走进客厅里 看着张克跟他爸爸 唐学谦他们 站在一起说话 走过去 指着他深棕色的领带 怎么系这么老气横丘的领带 啊 感觉很老 张克低头看了一眼 他一直习惯记深色的领带 刚才谢家小六跟你说什么 问海玉怎么处置那笔钱 告诉他了 是啊 告诉他了 谢婉晴说到 都投到爱达 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爱达现在一天一个模样 初看不显眼 眨眼就吓人一跳 再有了这笔钱 就如虎添翼 唐学谦笑着说 你们很能倒过啊 宋培明也帮你们瞒着势力 难道怕势力将功劳抢过去 张之行犹豫着 要不要将张克在锦湖占股的事情 说给唐学谦听 他开始还没有很在意这件事 但是海玉这次 竟然将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转让了三千万 让他吃了一惊 也就是张克手里的股权 至少也值这个钱 三千万 仅是数字 就让感觉烫手 爱达的事情 他还没有来得及问 看情形 这小子一定参与了 张之行知道 张克从头到尾 都参与了锦湖的运营 年后 张克也跟他坦白了 他在锦湖所占的股份 至于通过什么形式 他不知道 也没有关心太详细 要是知道月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竟然是许司 大概会连下巴都要掉下来 张之行指了指暂时的会客厅 对唐学谦说 老唐 婉晴 我们到里面坐着说话 回头给张克使了个眼色 你也给我进来 张克挠挠脑袋 蹲着进去 你自己的事情 你来跟唐市长说说 张之行坐在唐学谦的身边 张克黑黑一笑 搓了搓 就站在那里说 我参与锦湖经营的事 唐伯伯明眼 都能看得出来 你偏偏 要我告诉你 先将爸爸撇清再说 才跟唐学谦说 锦湖的这次股权转让 正太出的价码 有些出人意料 我跟我爸一说 我在锦湖占了股份 他就有些沉不住气 锦湖 艾达 可没占政府一点便宜 再说 我爸现在还不算党政领导干部 我也没有必要跟有关部门申报资产 说清关系 国内十二亿人口 还不允许 出几个商业天才了 唐学谦笑着说 当然晓得张克参与锦湖的经营 呵呵 那你说说 在锦湖占了多少份额 三成 在艾达站的比例还要大 唐学谦拍拍额头 愣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才发现走神了 徐生长知道 第一反应 倒跟张之行很类似 只同他爷爷 倒是支持张克 参与公司具体运营的 谢婉晴在旁边解释说 唐学谦转眼间 脸色就恢复正常 这件事得到徐学平的首肯 那就是锦湖内部的事 虽然说张之行的职务有些敏感 但能前后关系能解释清楚 也就没什么大不了 笑着说 倒没看出你有多阔绰啊 我看这样好了 以后凡是有你在的酒桌 都有你卖单好了 也算是给市政府节约一些经费 莫非你们请我办事 还得我请客吃饭 张克问道 你小子还不乐意了 张之行轻扇了张克的后脑勺一下 这叫吃大户 现在这里就你跟婉晴有钱 请客吃饭 我来也可以的 婉晴笑着说 别 每回还是让张克买单 旁人总不会说儿子行贿老子 张之行笑着说 唐学谦摇了摇头说 倒是有一件事有些可惜 万勇调出海州 市里就有空缺 这次本可以让之行往上动一动 先当市长助理也行 眼下只怕有些困难 我看景湖与爱达的发展前景 都很可观 之行以后 还要做好调出来的打算 张之行无奈地说 总要给他让路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张克在景湖 爱达战谷 张之行就不方便在海州爬上父厅级的位子 虽然有特殊例子 也未尝不可 只要关系顺清楚就行 但是上上下下给有关部门盯着 会让他的仕途生涯嘎然而止 唯有可行的做法 就是等张之行调父厅的时候 调往外地 一个体系内 小跨部的前进没有问题 毕竟地是省部许多年富力强的党政官员 哪个没有经历过这种阶段 但是从一个体系调往另一个体系 那只能老老实实地熬过三年的年限才行 无论怎么说 张之行人在海州 大家帮衬着 更能出政绩 也更容易上升 调往外面 情况就又会复杂一些 第236章 视力 周富明都不会在酒会上 担得太多的时间 就连唐靖刚过9点 也给唐学签 顾建平给拉了回去 明天还要上课 他不可能有张克这么舒服 他狠狠地瞪了张克一眼 才不甘心地走了谢建南 谢汉明等正太集团的人 更没有心思在酒会上逗留 过了9点 别墅里就没有多少人 庭院里芳草七七 张克喜欢坐在水岸边 看着林林湖水 看着爸爸很悠闲地 站在岸边抽着烟 很想也来一只 不过妈妈梁格珍 就站在后庭院里 张克还没有当着 他面抽烟的勇气 唐伯伯说的问题很现实呢 张克说道 锦虎与爱达的形势好的话 爸爸就要到 其他地方高就了 出去也好 不过再怎么快 也要等你高中毕业之后 你没事也不用担心这个 我在想海州控股的问题 海州控股 能不能在两年的时间里 奠定坚实的根基 唐伯伯能不能想信任你那样 信任李明学 哦 你关心这个 张之行坐下来 心想 这里真是一处好住处 难道人人争着做官 棉纺制工业园区 一期基本建成 海绵三厂 二厂 六厂 可以第一批签过去 我们就可以在北关区 拿出三块地 发展专业的批发市场 之前 海绵四厂改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经验 很成功 银行也愿意提供更多的资金 其实 我们仅仅从小商品批发市场里套取的资金 就足以支付 棉纺制工业园区的建设费用 经过这么一整合 其实是白赚的三块北关城区的地皮 有了这三块地皮周转 就可以将更多的工厂迁出城区 最关键 还是要将企业盘活 不然套出再多的资金 都没有意义 出售国有中小型企业股权 九三年在山东省就出现试点 虽然明确提出来 还有等到九七年之后 但是九五年此类事件已经不罕见 张克说道 对长期的经营 可以说 只有管理层心里最有数 海州控股只需要做好资产重组的事情 而应将具体经营的事情 全权交给管理层 并负责将长期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理顺 如何才能让管理层更加尽责 我认为或出售或奖励少部分股权 给整个管理层比较合适 承包经营到现在 已经不是最合适的方式 因为企业的经营 更多的依赖于整个管理层团队 而非承包者个人 目前有计划的将长期迁出城区 只要是将城区旧厂的 DP资产剥离出来 无论是薄眠 还是农机厂 依靠银行贷款建设起来的新厂 进资产的盘子都不会太庞大 这样就能让管理层一开始 就拥有足够多的股权 张之行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湖面 以井湖爱达的发展趋势 他调到外地任职是最合适的 他也不是想在正处籍的位置持出不前 也希望在两年的时间里 能有突破 就算在海州只有两年的时间 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出来 让管理层持股 而海州控股 转型成较纯粹的 代表政府持有国有股权的控股公司 这种形式大规模的出现 还是在2002年之后 主要是增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 国有股权的管理 比大规模的国退民进 出售国有中小型企业要晚好几年 国有大中型企业 无非也是从中小型企业发展而来 提前实践这一模式 至少能在海州范围之内 增强对国有中小型企业的 国有股权管理 就算最终抵挡不住国退民进的大潮 也能尽可能地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 也算是给海州市做出一些贡献 看着父亲默不作声 不晓得他是不是有些担忧 张克回头看见妈妈跟梁俊 梁俊如 以及梁俊带到海州来的女朋友孙丽 站在后庭院里说话 小型的庆祝酒会 甚至连张之飞都没有邀请 但是梁格珍还是拉着侄子 侄女过来见世面 除了张克外 他就对两个哥哥家的孩子抱以最大的期望 二哥一家四口在西安 大哥正在办转业地方的事情 他可不想让大哥大嫂到海州 抱怨自己没照顾好小辈 梁俊与孙丽都是在成都读的大学 就城市而言 成都要比海州大许多 也休闲许多 但是九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 还是比较单调 还没有怎么接触繁华的城市生活 孙丽是师范生 毕业要回生源地就业 梁俊才放弃去南方工作的机会 跟着回小县城 毕竟在大城市里读过书 再回到小县城 心里有些不甘 毕业之前没有多想 毕业之后 就有产生心理落差 换谁都不会甘心呆在 连一条柏油马路都没有的县城里 有这个机会 还是孙丽先鼓动梁俊一起出来 甚至先原先学校的人事档案 都没有来得及拿出来 国人都有朴素的宗族观念 张克学没有想到 要让将来的爱达或者锦胡 成为家族企业 但是也希望家族能在海州 扎下身后的根基 这样来 也至于因为一时的失势 而四处无缘 海州有唐学谦撑着 省里有徐学平 锦胡 爱达平日循规蹈矩 就算爸爸调往外地任职 多大的事情也能扛着 但是徐学平退了之后 唐学谦也离开海州呢 势力的强力绝不仅仅依赖于某个人 而某些人编织出来的网络 金国海 宋培明 杜小山等等 他们虽然也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份子 但是这个网络现在还不够紧密 甚至在这个网络中 大家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 像立新就不足够强 所以 还要往这个网络里添加些什么 这便是张克很希望 大救一家人回海州的原因 张克站起来 将爸爸丢在那里 让他自己去想那些头疼的问题 自己则朝表兄梁军他们走过去 你爸在那里想什么东西 梁格珍问张克 忘记问了 要不你自己去问 张克回了一句 去 梁格珍催了他一口 跟你妈耍花枪 我进屋里去 等会儿我跟你爸先回去 时间还早 你晚上领着你大军哥他们 在市里好好玩一玩 看着小姑走进屋子 梁军如诧异地说 张克 小姑怎么不管你 放养的山羊肉更鲜美 我妈比你长脑子 张克取笑表姐说 你还在军训吧 我妈怎要把你拉出来了 梁军如出身军人家庭 人过于文静 军训也有休息 张克记得自己上大学时 军训就中秋那晚正式休息了一天 其他时间只能靠装病逃军训 转过问梁军 感觉海州怎么样 还行 就是有些人比较讨厌 梁军个子比张克还高一些 大块头 宽宽的脸膛 见眉心目 十分的英气 只是说起对海州市里的感官 眉宇间压着一丝不愉快 谁啊 谁让你看不顺眼 我替你修理他 张克笑着说 梁军跟孙丽 是在小叔的公司里工作 谁会这么不长眼招 他们讨厌 不要说了 我以后不搭理他就是了 孙丽轻轻扯了扯梁军的衣角 娇美的脸有些羞涩 算了 不说了 梁军脑气得灰了灰 有些泄气地说 张义 张克锐利的目光扫过孙丽 有着刚从小地方出来的声色 眉清目秀 十分娇美 就是在大城市 也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哼 听张克猜到什么事 梁军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 张克 你跟你的老唐说一声 他在缠着孙丽 可别怪我不客气 前些天听小叔说 张义跟国光厂的 一名女职工在耍朋友 这已经是他来市里后的 第四个女朋友 想不到他还真有出息 家里人搞出这种事情 他是想反上天 还是七梁军是外来户 张克点点头 没有说什么 家妈妈说领着梁军他们 去好好玩一玩 都九十点钟了 只能去盛世年华的娱乐场 赶着杜飞 偷偷地带着班上同学 也在那里玩 张克还算低调 傅军毕竟是离开盛世之后 才跟张克 敌厅里的很多人 都纷纷跟他们点头打招呼 盛世年华在国内 要算非常干净的场子 但是对于 从小家教很严的梁军 梁军如 孙丽来说 冲击力还是很强梁军如 诧异的问张克 小姑就这样的放养你 一个标准的顽固子弟 我跟大军要敢这么玩 腿都会给打断 这话倒是不假 驻军对地方也有足够的影响力 一名中层军官的随军子女 要是家庭放纵的话 再驻地也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第237章 老鼠屎的问题 张克对堂兄张义的事情留了心 他可不想一粒老鼠屎 坏了整锅粥 他要不安分 就让他有本事 靠自己的能力 在室里混下去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跟小叔说起这事 安置房项目方案书制作出来 在拿给谢婉晴之前 张之飞一定要让张克过下眼 张之飞打电话给张克说起这件事 张克在电话里回他 是海域拿真金白银出来 我插哪门子腿 你觉得 我手头事情不够多 要给我添乱 爱达推出第一款影碟机之前 张之飞对爱达 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总觉得张克的半年 占领华东市场的方案太冒险 现在爱达第一款影碟机 上市有三个月了 不仅影碟机销量越越猛增 爱达竟然能从市场里 卷到几千万的扩张资金 他索性闭口 不再对张克的事情 做任何评价 让你先看一眼 你这一关都勉强过不了 万一给谢婉晴给打回来 你小叔的脸往哪里更 你以为我这里好糊弄 张克轻笑着 我这里糊弄过了 也不管是事啊 我又不会往这个项目里投钱 就希望你挑剔 自家人关起门来挑毛病 又不会让外人看了笑话 张之飞在电话里 跟张克说话随便 你最近怎么又突然这么忙起来 是不是又有什么计划 能有什么计划 还不是那摊子时 你在哪里 我把方案书给你送过来 张克想着张艺的事情 决定去看一看 我这会正好没事 我到你公司去 换上李之芳当班主任 张克不必要抽时间 去学校应谋 虽然爱达的事情一样很忙碌 但还是能抽出一些时间出来 挂了电话 让傅俊开车载他去红远 开到一半 发现路不对 问傅俊 你确定没走错 没走错 傅俊问道 怎么了 往御丰路 刚刚不得往北拐 这话刚说出口 张克才恍然想起来 红远八月份签到新纸办公 他当事人不在海州 之后一直没有时间去新红远看过 问傅俊 红远的新办公楼 不在御丰路 呵呵 傅俊笑了起来 不在 张克摸了摸头 小叔打销参与沙田就成改造的念头之后 就打算将公司地址往东南签 海州市目前比较重要的工程建设 都集中在新东区与开发区一带 安置房项目也集中在那一片 但是张克一直没有问 红远签址后的具体位置 也没有机会去看一眼 车拐入工农路 八车道的工农路往东 除了外环东路之外 再没有像模像样的城市公路 安置房项目的选址还在往东南两三里路的地方 90年代中叶 人们很难想象今后十几年城市飞速发展的模样 95年 城区的范围已经蔓延到工农路附近 但是城市建筑群还没有规模 市民心理的观念 还是只认同疏港和环抱内的城区才是真正的海州市区 那里离工农路 还有三公里左右的距离 90年代中期 海州人甚至说 您要沙田一片瓦 不要新东一间房 而今后十年内 却是以工农路以东的新东区发展最迅速 就算不刻意地去推动历史的车轮 不需要十年 今天安置房项目的所在地 也将成为主城区 红远石叶新迁到工农路东侧的 一幢带中庭的回字形楼里 林街的一面才四层高 很奇怪 工农路西侧还有些像模像样的高楼大厦 东侧甚至找不到一幢超过十层的高楼 唯一的一幢十层大楼 还是北面一些三友集团的办公大楼 海州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会山 轿车直接开进中庭 里面是类似四合院式的双层回形楼 走廊都用落地玻璃封着 张克没急着 打电话让小叔出来接他 动静太大 他不高兴 这样看着潮南的那排感应是 玻璃门印着红远石叶的标识 里面似乎是公司的前台 不过岗位上没有人 他跟傅俊走进去 才看见 左侧就是出纳事 张克听妈妈说 女孩当会计好 先让孙丽到红远当出纳 隔着玻璃窗 看见张一屁股翘的老高 身子几乎趴在办公桌上 跟孙丽说话 孙丽身子倒是尽量朝后躲着 这小子还恬不知耻地往前凑 不晓得说什么事 出纳事里的其他两个女孩子 倒是咯咯地乱笑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看着张克推门走进去 眉目很不高兴地扬了起来 哎 哎 哎 你找谁 知不知道出纳事 是不能随便进来的 啊 孙丽看见张克站在门口 轻呼了一声 脸有些微红 张克 你怎么过来了 张义不知所谓地走过来 要来揽张克的肩膀 张克身子往后退了一步 站在防盗门外 出纳事一般会有少量的现金 装有防盗门窗 张克问张义 你在这里做什么 出纳事里 只有两张办公桌 张克推开门才发现 墙角里还站着一个年轻人 年纪不会太大 跟张义差不多大 二十一二岁 上唇留着小胡子 张克皱着眉头问张义 他也是公司的员工 哦 不 他是我朋友 过来找我出去玩 还没有到下班时间 我好歹是总经理助理 不能随便留班 张义笑嘻嘻地说 哥哥等会儿 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又回头对孙丽说 孙丽 估计梁军今天不得回来 你跟我们出去玩吧 张克隐忍着没说什么 公司又不是他的 他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什么 这时候手机响了起来 原来张之飞估计他应该到了 问他到了哪里 我在你公司的出纳事 你下来吧 张克只对小叔说了声 人站在出纳事门口 张义这时候 才注意到张克的表情有些不善 他问道 怎么了 谁惹你了 哥哥带人帮你削平他 张义高中毕业之后 没能考上大学 靠着他老子张之威的关系 进入东社宪明政局混了一年 就已经染上一些不良习气 此时也没有半点 公司管理人员的模样 张克懒得跟他说话 看着小叔从楼梯下来 看了看小叔 又看了看张义 到了也不给我打电话 张之飞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问张克 怎么站这里 跟孙力说话呢 探头看见张义在出纳事里 脸色一变 逊了一句 怎么在这里瞎唤 给我回办公室去 张义不怕张之飞 嬉皮赖脸地说 还差一刻钟就到下班时间 工作也不差这点时间 揽着张克的肩膀 笑着说 张克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对劲 可能他自己没用给女孩子甩了 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吸引旁边办公室的人 也探头出来看 小叔 东西 改天找时间再看吧 张克没有 再待下去的兴致 转身就要往外走 走之前丢下一句话 不能让一粒老鼠石 毁了一锅粥 他这话什么意思 张义有些懵 愣愣地问张之飞 见张之飞铁青着脸不说话 又抢笑着 回头问其他人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是谁 张之飞皱眉看着 坐在张义身后的小胡子 你们在出纳室里做什么 我朋友小刀 我跟他说 孙丽来了公司之后 红远姑娘的水准 整体都上了两个台阶 他不信 我就让他过来亲眼看看 准备请孙丽晚上一起去跳舞 张之飞恨铁不成钢 铁青着脸 将手摊到他前面 车钥匙 手机 工资卡 员工证 都给我拿出来 为什么 张义犹豫着 看到他输张之飞严厉的目光 他还没见到过他输在他面前这样子严厉过 不舍得将车钥匙 手机拿出来 又拿出皮夹子 将银行卡与员工证 都放到张之飞的手里 为什么 就凭张克这句混话 他凭什么这么说我 张之飞将东西塞西装口袋里 指着张义 你现在就给我给滚回东社去 什么时候把身上的毛病消掉 什么时候再给我打电话 冷眼扫了那小胡子一眼 还有你在海州交的胡鹏狗友 都给我断了联系 又盯着刚才素斥张克的那个年轻女孩子 你的工作岗位在哪里 再出那事 张之飞探头看着张克的车刚启动 要离开中庭 忙追了出去 留下出那事的几个人 一脸的惊恶 便是孙丽 都不清楚 为什么事情 会严重要将张义赶出公司去 难道只为张克那句不能让一粒 老鼠使毁了一锅粥的话 第238章 留一点悬念 看着小叔张之飞 从楼里追出来 张克帮他打开车门 我让张义现在就回东社去 以为带他出来 能长进一些 张之飞笑着对张克说 为这是生这么大气 把你书都丢下来 哪里会 脸色是做给张义看的 张克笑了起来 可没有里面时的严肃 我爸这人怎么样 要说他不喜欢钱 那也不可能 谁不喜欢钱 但是他从没有伸手多拿过一分钱 有些钱也不好不拿 他胆子小啊 有时候有些不理解 这时候能明白一些 做少数派 更要如履薄冰 张克手沉着后脑勺 靠到座椅上 说道 上个月那档子猥亵叫尸案 没跟你细说过 其实在案发之前 我们就知道了 建伟的那个副主任 是给我们逼着 去报警的 你以为背后简单啊 啊 张之飞愣了一下 侧过身子来 又大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 这事情背后没那么简单 铁定有人在捣鬼 市里很多人都在猜测 但就是想不到是谁 谁能知道是你小子 你快给我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万勇都掉到心态了 事情都过去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张克摇了摇头 可不想将沉芝麻烂骨子的事情 再拿出来说一遍 我们盯着别人 别人也盯着我们 特别我们 想与别人不同 就更加要如履薄冰 不然扑上来摇我们的人 可不是一个两个 你的想法是对的 张之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张义没有你的天分 还要毛躁几年 才能学会做人做事 还是让他在东社混着吧 说不定再过几年 也会有些出息 跟你不能比 其他人还不都是这么混过来的 张克知道 小叔还想给张义机会 毕竟是一家人 看他日后表现在说 笑着说 大伯在东社 还能帮他遮拦些麻烦 总比在海州市 做出什么事情 让我们大意灭青的墙 不说这事了 张之飞换了个话题 万象前老不死地去了省里 万勇这次 也是平调去新泰市任副市长 万家在海州 没有得罪人也就罢了 要是他万家做事太过分 以前不敢站出来 说话的人 这时候就会少了许多顾虑 你说他的日子 会不会好过 张克摇了摇头 很没有正义感地说 只要不在我面前 暗眼就可以了 其他事 我管他的 经此一折腾 说不定万勇在海州 还得罪了 谁会在他离开之后跳出来 万勇在仕途上的上升通道 差不多给截断了 但是也很难说 万老头毕竟在省人大 还挂着副主任的头衔 万家的家底身后 可以拿钱出来撒 与景成之间的关系 又不为外界所知 特别谢家这次自告奋勇 要替赵景荣 万勇 与周富明之间 当合适老 而新泰市 又是谢家正太集团的老基地 这背后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复杂化 外人一概不知 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至少近几年内 不需要担心 海州还会冒出个强敌出来 至于景成集团 那还要看自己有没有兴趣去惹他们 这么想着 张克心情就愉快多 想起过来 是要咔安置房规划方案的 笑着对小叔说 什么方案不方案 我不用看了 坐车到地方上看一看 小叔跟我说一说 我能听明白就行 那也行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 房地产市场 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是九二年初 邓小平南巡讲话 加大改革开发的步伐 东南沿海城市的商业地产 有些很大的发展 但是九四年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央行收缩银根 限制商业地产的发展 但是海外资金 特别是东南亚资金的流入 继续支撑着商业地产的发展 到九七年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 海外资金恐慌逃离 才使得东南沿海城市的商业地产 受到一定的打击 但是一直到九八年 国内城市住房制度 一直实行双轨制 国有企事业员工与公务人员 都享受分房的福利 当时更没有按揭贷款 一说 民间积累财富程度上不足给开发商 与某些利益阶层剥夺 商品房市场 没有得到多少发展 任何在九七 九八年 某些开发激进的地市 出现商品房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形 就张克所知 海州市开发的商品住宅 曾一度降到500美平方米的低价 房地产的真正机会 还要等到四五年之后 现在做安置房项目 在政府的指导意见下实施 利润虽然不高 但是有所保证 将一千万投到安置房项目里 利润率甚至没有九五年的银行贷款利率高 但是有些事情必须要有去做 至于什么方案书 只要不在质量上做文章 张克的确没有心思去看 但是不能博小叔的面子 张克陪着小叔到安置房项目选址处转了一圈 也没有耽搁什么时间 张之飞问他 接下去要去哪里 张克说到工地去走一走 所谓的工地 自然是爱达的工地 爱达的工厂建设 当然交给洪远负责 八月圈地 九月电机 进行厂区内的地下广网施工与办公楼 综合楼施工 由于第一期是组装工厂 几乎谈不上技术难度 只要及时供给建设资金 又让洪远投入足够多的人手 就可以实现最快的建设速度 行政审批上 也是打边建设边审批的擦边球 现在都准备开始厂区道路施工 一呆这几天搞定路基 厂区 配套工程将与道路交注同时进行 张克要求元旦之前 主体工程竣工 春节之前投入使用 张克搂钱的本事 让人瞠目结舌 但是花钱的功夫 也让人惊叹不已 不仅新的组装工厂 原爱达电子的工厂 还对刚收购来的无线电源器件 进行厂区改建 对无线电二厂的改建 不仅包括新建一幢研发大楼 还对旧厂区进行翻新 无线电源器件二厂 更名为爱达电子源器件有限公司 成为爱达电子的全资子公司 仅收购就耗资2000万 张克思想等一龙震东的生产基地 形成规模之后 这里能成为爱达的研发中心 此番改扩建 毫不腥软的 就投入近千万 仅此公司的大门改建 就投入上午60万 加上公司内的道路 就消耗近200万的资金 张克花钱的风格 让张之飞有些摸不着头脑 爱达资金链如此脆弱 有必要在分公司的大门 与厂前去的道路花 这么多钱 还对临近主干道的办公楼外层 进行重新装潢 真是奢侈 要没有海域 再往爱达投3000万 爱达的现金 能扛得住这样的消耗 张克笑了笑 说道 就算勉强能撑住 也会很辛苦 之前的资金结算 是以十天为一次 请来的财务 会计 差点都要炒我的鱿鱼 游了海域的3000万 算是缓了一口气 张之飞对爱达的资金运转方式 一直很有疑惑 想不通张克到底有多强的信心 支撑他这么搂钱 这么花钱 按说只能拿经销商缴来的保证金 进行市场宣传 他们缴来的预付款 只能用于生产 爱达竟然要从经销商那里 搂钱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也就是说 爱达从经销商那里获得的资金 必须不断地扩大 只能从扩大的部分里 抽取资金 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就算你有很强的信心 似乎钱也可以节约一些花 节约一些花 张克不晓得 小叔要说什么 就是这个 张之飞朝爱达子公司 正在施工的门庭与道路 挠挠嘴 呵呵 你说这个呀 张克撇嘴笑了笑 我问过二厂的厂长 原县的大门 建成有30年了 这条路倒是前年重修过 但是厂区 与主干道连接的地方 坑坑洼洼 再过一两个月 全国的媒体 都会蜂拥而至 爱达总要有个像样的地方 给他们拍照不是 什么 张之飞不可置信地问 怎么叫再过一两个月 全国的媒体 就会蜂拥而至 爱达今年在火 勉强挤上电子摆墙榜 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吸引全国的媒体 蜂拥而至 谁知道或许媒体集体突然发飙失控 也有可能 张克胡扯到 跟小叔不能提前露点风 张之飞心痒痒 再等一两个月知道答案 还不晓得会痛苦成什么样子 还是留点悬念好吧 张克笑着说 我过几天去上海 再经上海去香港 小叔有空一起去玩玩 这时候才说 过几天是几天 护照办得下来 张之飞撇撇嘴 怎么好久 没在锦胡看见许思 你将他藏哪里去了 第二百三十九章 未雨绸缪 许思的去向 锦胡 爱达也就那么一小撮人知道 张克见小叔 问起许思的去向 笑着说 你想呢 香港 张之飞想了想说 怎么猜到的 小叔从头到尾 就知道许思的事情 张克没有想到要瞒他 只是奇怪 他怎么就猜得到 锦胡的曝光率越来越高 他大概也不合适 再留在海州 你邀请 我去香港玩 邀请得这么虚伪 张克黑黑一笑 点点头说道 许思去香港筹备公司去了 隔两个月才能回来一次 这会儿 还没有两个月呢 张克的事情 张之飞 比他霸张之行 了解的还全面 也最清楚 徐学平直接支持的不是别人 就是张克 可以说 张克才是这个势力 与省力联系的核心 最初还是张之飞 拿给张克十二万 替许思还掉 新丰集团的欠款 谢婉晴没到海州来之前 就是许思替张克撑着公司 不需要张克明说 张之飞就知道 他跟许思之间的关系 不同寻常 许思的存在见不得光 张之飞见张克处理得 比谁都老练 就没有再说什么 之前 张克做了许多事情 张之飞都看在眼里 比如说筹建景胡 但是他还在并购案之后 才略知景胡的价值 张之飞羡慕地说 你在景胡占了三成股 旧敌小叔 我十年辛苦 我把宏远拿出去卖 也卖不到三千万 张克笑着说 宏远的净资产也有千万 你将你跟唐学签的关系 跟市里头头脑脑的关系 都拿出来一起卖 三千万铁定有人买 宏远过去一年捞多少钱 张之飞笑着不说话 宏远赚了多少钱 张克心里怎么会没有数 张之飞去年夏天 借唐学签翻案之机 将公司签到市里 又与成规设计院 海健等国有企事业单位 联营合股 借助这些平台 迅速将宏远提高到 以前从不敢想的高度 又以主动接受挂靠的形式 联络海州市里的 众多小型建筑工程企业 让宏远以千万元的净资产 就赶在海州市 接各类大型工程 这次又借成规设计院 海健等国有企事业单位 退资撤股之机 完全控制宏远净资产 那只是在向银行贷款时 会发生作用 这么好的资源平台 别人拿三千万出来 他还不一定高兴卖掉 宏远在筹建 发展过程中 张克提的几次意见 都至关重要 所以在成规 海健撤出时 张之飞最希望张克能参与进来 哪怕将宏远的股权送他一部分 张之飞也是心甘情愿 也不是张克看不上眼宏远 宏远的业务 会接很多市政工程 现实中 并非亲者自亲 就能说明问题的 就算宏远做安置房项目缺资金 张克宁可让海域拿一千万参与项目 他也是不参与 紧乎的情形稍微好一些 艾达对资金极度渴求 在这种情形下 海域拿一千万头像回报 并不会丰厚的安置房项目 自然是张克影响了谢婉晴 所以张之飞之前 才坚持要让张克先看看 安置房项目的规划方案 旁人很难想象 张克与徐薛平一家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张之飞问道 海域这次向艾达投三千万 分去多少股份 怎么 想看我的底 张克笑着说 只算了三成 艾达值这么多钱 张之飞诧异地问 那剩下的都是你的 也不全是 苏京东 丁怀他们也有占股 周游这次也占了一些 我手里占不多百分之六十 不想在材料上做手脚 安置房项目 没有什么吸引力 房价都给市里限定死了 张克考虑敏感的关系 才让海域投一千万进去 谢婉晴没有一点犹豫 就答应下来 90年代中期 投资的机会很多 就算留在井湖 不仅能改善井湖的资产结构 其收益也要比投什么安置房项目强 这次谢婉晴又没有答应 占香港公司的股份 张克便想在艾达多 让些股份给海域 婉晴没有同意 好说歹说 最终只能接受30%的股份 华东六省一市 9月份刚做完浙江省的市场 爱达的影碟机月销量就突破1万台 丁淮率领的研发小组 也拿出第三款影碟机的样机 当然 其他四省经济发展相对制缓一下 市场容量较少 年底前月销量突破1万2千台 绝不是什么设想 张克准备让杨云 负责华东其他地区的市场推广工作 让在外奔波了两个多月的周游 暂时回海州休息一段时间 也让他准备下一阶段 到华南地区开拓市场 张克在去香港之前 与苏京东周游 专程去上海 会见菲利普原器件部中国区总裁张亚平 此前就在7月初 爱达电子的第一次产品发布会上 张克见过这个日后 将掌握着国内影碟机产业命脉的重要人物 菲利普在国内的机芯生产基地 曾一度控制着国内80%的机芯供应量 在机芯供应紧俏的时候 张亚平就决定着 国内影碟机制造商的命运 明年春节后 第一代解码板技术 基本被淘汰出局 基于第二代解码板技术的菲利普 就成为影碟机核心原器件机芯 最主要供应商 春节后 影碟机销量的持续猛增 导致菲利普在国内的机芯生产不足 机芯断货 那段特殊的时期 可以说张亚平决定扶持哪家企业 企业就能趁着那三四个月的时间发一笔横财 在七月初爱达电子的第一次产品发布会上 张克向张亚平提出 爱达在年前将向菲利普采购十万套机芯 年后每个月采购十万套机芯的要求 当时影碟机市场的老大 三星的月销量还不到两万台 而爱达从七月起才有产品上市 岂不是说要一下子追上三星 张亚平只当张克开玩笑 没有认真理会 七月初 国内的市场给三星 先锋推出的影碟机占据绝大部分的份额 万奄陷入资金紧张 技术人才流失的窘境 今天的销量甚至比不及去年 但是这三家企业 三星与万奄采用第一代解码板 日本先锋公司采用第二解码板 但是他们自己能生产机芯 在95年7月之前 菲利普还没有月销量突破万台的大客户 客户多为花都 深圳 广州一带的小影碟机生产厂家 菲利普在国内的机芯生机地产能 甚至发挥不到五分之一 时间刚过去三个月 影碟机市场容量每月逐增 而且市场销量的增长 受到产能不足的严重限制 唯一的例外 三星由于采用第一代解码板技术 暴露出质量上的问题 甚至比不上现在花度出的出债机 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 市场份额却持续为米 日本先锋公司开始取代三星的位置 在这时候 张亚平忘不了 就在离上海不远的一座城市里 崛起了一颗星星 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月销量就突破一万台 第三个月就成为华东地区的销量冠军 从而成为菲利普机芯的最大客户 张克估计 国内九月份的影碟机总销量 可能刚刚突破十万台 截止此时 VCD影碟机在国内 还是一个不大受重视的产业 但对于张亚平来说 他九四年回到国内 筹建基新生产基地 就是看准影碟机的市场机遇而来 对影碟机产业的关注与研究程度 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 不管张亚平多重视影碟机产业的迅猛发展 张克相信 他也预料不到影碟机整机组装产能 会在九六年春节前期突然暴涨 导致机芯断货 张克也相信 他也预料不到 基于第一代解码版技术的三星影碟机 会这么快退出市场 使得三星向外供应的机芯 也很快给市场淘汰 张克相信张亚平预料 不到三四个月后 菲利普的机芯会这么紧俏 紧俏到甚至制约国内影碟机产业的发展 张克不奢望占菲利普多大的便宜 但是希望张亚平认真地考虑他七月初向他提出的建议 要求张亚平 明年优先向爱达供应足量的机芯部件 目前 菲利普的机芯生产基地 甚至才发挥三分之一的产能 为了使双方的合作 看起来更愉快一些 爱达向菲利普的订货量 两个月后 将提高到每月两万套 第三个月 订货量再提高一万套 方便让张亚平放心地将菲利普的机芯产能释放出来 第240章 先机 张克想更多的时间留在香港陪许斯 他在上海就住了一夜 他到上海的第二天上午 参观位于浦东牡丹园附近 全称为菲利普原件 及模组上海有限公司的菲利普机芯生产基地 参观日程 是菲利普原器件部中国区总裁张亚平安排的 昨天参观了菲利普在上海另一家工厂 张克有心想 自己买光头做机芯 这次随他、苏京东、周游到上海 跟菲利普进行机芯采购谈判的随行人员里 亦多半是原器件子公司的技术骨干 机芯的核心控制系统部分要投入技术力量慢慢地研究 但是模具制造方面 有很多地方需要像菲利普这样的海外公司学习 当然 菲利普自身有一套防范商业机密外泄的严密程序 走马光花地参观了半天 不晓得下面的工程如何 张克他本人是收获甚微 最后 还是他亲自出面 向张亚平借了照相机 才得以在生产车间外拍照留念 而国内某些企业 海外有人过来参观 恨不能让海外有人将工艺流程背熟了回去 尽管三个月前 爱达电子还是那样的默默无闻 即使现在 爱达一个月不到一千万的采购金额 相对于庞大的菲利普商业帝国仍如沧海一宿 但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菲利普原件及模组上海有限公司而言 爱达却是他们目前最大的客户 张亚平 给予张克他能决定的最高规格待遇 除了爱达是他目前最大的客户之外 还有爱达三个月来创造的市场奇迹给他很强的震撼 虽然张克关于明年深度合作的请求与建议 张亚平还要深思熟虑之后才能给予答复 但并不妨碍他适度地表达一些内心的震撼与敬意 张克坚持要求在菲利普的职工食堂用餐 要能遇到海州级的菲利普员工就更合适了 这方面的工作 还要请专门的中介公司去坐用完餐之后 苏金东与周游等人会留下来继续与菲利普方面 继续基辛采购方面的谈判 爱达既然作为最大的客户 这次就不仅仅是协商供货数量与价格 还包括要求菲利普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甚至要求菲利普开放影碟机机芯的外层技术 下午两点半飞往深圳的飞机 90年代中期登机的手续很繁琐 用过中餐稍作休息 张克要动身先去机场 只有傅俊陪他去香港 张亚平与苏金东等人送他上车 张亚平这时候才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承认 爱达在过去三个月创造了一个市场上的奇迹 从临到华东地区销量第一 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七月初跟张先生见面时 我没有相信爱达能做出这样的成绩 但是我依然不明白 是什么让张先生有如此强烈的信心 爱达电子 能在接下来三四个月的时间里 销量能增加十倍 张克抬手看了看表 说道 很抱歉 要是明天不急着过关去香港 我倒想留下来 好好跟张总好好地聊一聊 让我送张先生去机场 苏金东出乎意料地说道 显然张亚平亲自送机 已经远远超过张克所能享受的待遇规格 不论是TI公司 中国区总裁陈信生 还是眼前的张亚平 都是相当优秀的经理人 而且都很年轻 早年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 陈信生年纪要大一些 但也只有三十四五岁 目前爱达与TI公司的合作 直接与TI公司总部直属部门联络 所以与TI在国内的公司 与陈信生联系倒不强 张亚平甚至没有三十岁 见他提出送自己去机场 张克笑着说 怎么可以劳张总远送 应该送送 张亚平坚持要送 苏金东 周游也要跟着送张克到机场 换了一辆七座的商务车 大家都坐了进去 车刚启动出了 菲利普公司的大门 张亚平又紧追不舍地 提出他刚才的问题 七月之初 他把张克的话 当成玩笑话 此时却非常奇怪 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信心 张总不正是看到 影碟机在国内的巨大机遇 才要求回国为菲利普筹建 这座工厂的吗 张亚平的确是看到 影碟机的巨大的市场机遇 才自告奋勇回国的 但是这一点 在影碟机市场狂热之前 还没有杂志媒体采访到他 让他吐露心声 张克这时候 拿这么强烈的语气问出来 让张亚平颇有种之音的感觉 既然张总在一年半之前 对影碟机市场 就有如此强烈的信心 为什么在影碟机市场 真正要高速增长的前夕 却犹豫起来 张克笑着说 从国内影碟机市场掠夺暴利的 不是影碟机制造厂商 而是斯高博与菲利普 这样的元器件供应商 提起影碟机产业 普通人会想起新科 步步高 爱多等 但是对影碟机产业稍有关注的人 却会首先想起斯高博 菲利普 索尼等作为菲利普元件器部 在国内的灵魂人物 也是主宰国内影碟机产业发展的另一只手 专业杂志曾频频专题报道过张亚萍 张克正与张亚萍见面之前 就对他有着具体的印象 张亚萍不像那种矫情的人 他日后向媒体吐露的心声 必是他此时思考的问题 说一两句打动他心的话 自然不是难事 张亚萍也没有想到 才第二次见面的张克 就对他认识如此之深 触动颇深 笑着说 除了数据 我们对最终的市场 缺乏更直观的认识 所以会有一些犹豫 对于这个市场 我们日益感觉到 制约其发展的 不是需求够不够旺盛 而是供应上严重不足 即使在华东地区之外 爱达的销量也与日俱增 就算爱达目前放缓市场 推广的步伐 仅凭在央视投放的广告资源 销量也会逐越上升 张总不是在这里 产能还没完全释放出来 就考虑着要再度扩建 不是打算与捷马板 供应商斯高博公司 进行更密切的技术合作 甚至想结成战略联盟 不是打算与斯高博公司 共同扶持下游的整机厂商 共同开发影碟机市场吗 这日后被称为张亚平 对影碟机市场的三个动作 此时还处于酝酿阶段 却让张克直截了当的一语道破 张亚平眼睛里的震撼一闪而过 他内心却没有这么容易平复 机场很快就到 直到换登机牌 张亚平才与苏京东 周游他们才告辞离开 在深圳下飞机 有盛兴深圳分公司的人接机 在深圳住一夜 准备明天一早 从罗湖口岸过境 现在又不是旅游忘记 也不是假期 周末 倒不担心 明天从罗湖过境 会担个多少时间 晚上与苏京东通电话 得知在去机场路上那段对话 对张亚平的触动尤其的大 张克在上海时 张亚平对于艾达的合作上有疑虑 在张克离开上海之后 下午的谈判 张亚平就松了口风 张亚平的三个动作 就包括对下游整机场上的扶持 艾达当然可以从张亚平这里 得到更多的支持 张克还知道 张亚平此时 更想与无论是技术力量与资金实力 都要比艾达强大得多的 星科合作 但是 星科与艾达的心思一样 一开始就打算摆脱菲利普 斯高博这些海外巨头的技术垄断 宁可在推出产品的时机上缓一些 也要将影碟机所有的控制系统研究透彻 以便能找到更多的原件供应商 与艾达不同 星科没有千方百计地掩饰他们的用心 所以对张亚平来说 星科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合作对象 艾达也不是菲利普理想的合作对象 张克早就动了自己买光头做机心的心思 也正着手准备 但是张克是如此小心翼翼 要想让艾达获得应有的地位 这个先机一定要抢 苏京东还在电话提到 张亚平希望到海州参观艾达的工厂 这大概是必要的一步 张克学隐约记得 张亚平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 几乎考察了当时所有的规模以上的 影碟机整机制造企业 艾达既然是他的第一站 已经占了先机 张克让苏京东小心安排 要让张亚平看到艾达的生产水平与能力 但不能让他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与苏京东通完电话 张克就想着给许思打电话 虽然时时有通电话 但是分开一个多月 心里十分想念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怀念人的时刻了 第241章 链尖情热 内资在香港投资注册公司 投资股东需要亲自到香港的银行开立户头 当然在深圳的外资银行开立户头同样有效 苏京东 丁怀都已经借到南方出差的机会 绕到深圳办好此事 张克心想人到深圳 还不如去香港走一趟 正好有借口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 张克觉得自己挺虚伪的 心里明明想着见许思一面 却要遮遮掩掩的 在海州要遮遮掩掩 到深圳之后 也要遮遮掩掩 盛兴深圳分公司安排张克住的酒店 就在罗湖口岸附近 步行到罗湖口岸 只需要一刻钟左右 十月中旬 内地的气温随着秋风越吹越凉 但在南方的城市 气温还很高 只需要穿衬衫即可 听到敲门声 张克看来 窗外天色灰暗 稀稀利利地下着细雨 室温有些微凉 不知道现在到几点 张克裹起睡跑打开门 亚然看着许思站在门外 张克贼头贼脑的看门外没有别人 狠狠地将许思搂进怀里 问他 你怎么过关来了 许思没有说话 用尽力气报警张克一会儿 才松开手说 父君让我来通知你一声 下楼用早餐 即使强抑着内心的情感松开手 深邃的明眸 依旧透露着炽热的神采 如雕塑一般的细致 而挺直的鼻梁下 红润的嘴唇吐着细气 张克昨天临晚才到深圳 盛兴深圳分公司的人 会接机 接风 许思压抑着心里的思念 昨天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天刚清亮 他就叫上助手 司机过关来接张克他们 傅君盗起得来 我昨晚上没有睡好 张克手搂着许思先迎看把的细腰 定睛看着他 虽然穿着浅棕色短衫西装 里面穿着乳白色长袖丝制圆领衫 粉蓝色小碎花集西裙 细跟高跟鞋 肩上跨着海蓝色的精致皮包 标准白领女人打扮 但是他的冷艳在张克伸出手搂及 他的腰那一瞬时 就彻底崩溃掉 眼睛压抑着的炽热情感 让他平添了无限的妩媚 愈发让他的容貌完美无瑕 诱人至极 张克搂着许思往房间里走 轻轻地在他的耳朵说 傅君知道 我起床过程比较痛苦 不要 许思嘴里说着 身体却软得没有一点力气 无意识地伸出柔嫩的舌尖的 温润的红唇上 轻轻舔着 这微小的动作 是如此的诱人 张克手俯着他风雨挺翘的臀部 迫不及待地吻下去 许思迷失在张克灼热的气息下 唯一清醒的意志 就是让张克 不要把他的衣服弄皱了 直到让张克将他的衣服包光 才想起 要拉起被子 遮一遮如雪的玉体 两人的情欲都压抑了太久 爆发出来赤烈而猛烈 片刻的激情过后 许思像猫一样 全在张克的怀里 眉乳贴着张克的肋骨 享受着难得的温存 交欢的时间虽然短 但他仿佛耗尽全身的力气 背上都抹出一层香汗 白嫩如玉的身体 透露着红艳的桃红色 窗外 还在嘻嘻沥沥的下着雨 听着雨声 许思过了好久才吐了一口气 轻声地说 以为会死掉 张克低头看着许思水泽盈盈的眸子 卷肠如扇的睫毛 在轻轻地颤动 啄着他的嘴唇 嗅着他如状相惜 手还享受不够地 在他的胶躯上扶弄 却是许思恢复理智 反手抱着张克的腰肢 在他的胸口轻轻咬了几口 就挣扎着坐起来 大家还在餐厅里等呢 你快点起床 裹着床单 抱着衣服 躲进盥洗间里去 等张克洗漱完毕 许思坐在梳妆镜前整理妆容 问他 好了没有 我怎么出去见人 许思娇撑着瞪眼看张克 只是他眼角里流露着风流情韵 哪里能体现他的娇怨 腮夹桃红不消 胶体软淡无力 许思发愁 自己这副模样 怎么出去见人 张克呵呵一笑 说道 要不你留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我下楼去吃早饭 别人要问起 我就说 你偶染风寒 正卧床休息 呸 许思清脆一口 拿张克胡搅蛮缠 没有办法 张克走过去 从背后搂住他的细腰 下巴压在他的头 轻声地说 真想你 每天夜里梦你都远远不够地想你 就算是张克的气息扑来 许思都觉得自己会融化掉 在宾馆的餐厅用过早餐 盛兴深圳分公司的经理 过来陪同张克他们过口案 叶建兵对他的指示是贴身服务到位 张克揣测叶建兵恶毒的念头 是给他与许思之间硬塞一个灯泡 盛兴的业务主要在华东地区 但在深圳设立一家分公司 对于以贸易为主体的企业 有着莫大的好处 何况叶家叶真明 曾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 与深圳方面的联系很密切 有着不错的人脉关系 即使不是周末 假期 罗湖口岸过关的人依旧很多 加上检查很严格 每辆车都要查 过关的速度当然快不了 想想十几年后 甚至连站岗的人都看不到 那时张克去香港 为了节省费用 通常不会坐上海直飞香港的飞机 也是从罗湖口岸过境 过关时 只需要查通行证与身份证 远不如现在这么严格 这时候 还要提前办好边防证 护照等 临近中午 才通过罗湖口岸 进入香港 许思到香港后 在当地租用一辆车 聘请的司机却是深圳人 还是通过盛兴深圳分公司找的人 工作签证 也是盛兴深圳分公司办理的 九十年代中叶 上百万打工者涌入深圳 形成当时规模最大的民工潮 其中聚集着大批的优秀人才 在香港回归之前 这些人想到香港 去工作很不容易 但是张克在香港成立公司 并不仅仅是想 TI与爱达之间贸易的方便 在深圳招募人手 到香港公司工作 首先当时的深圳 几乎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 比在香港更容易找到 衬手的人 同等能力的职员 从深圳招聘 自然比从香港当地招聘 支付的代价要少得多 当然 这些都是次要的 张克需要忠诚度高的高级支援 这一点 从港人里就很难培养 当然 要把深圳招聘的人 带到香港工作 就要动用一下业家的关系才行 深圳昨天还是晴天 但是香港这边连日来 稀利细雨 天气凉爽 野地里绿树红花 倒是十分有模样 张克几次到香港 都无余暇闲逛 这次过来 只有一件公事 为了方便留下来 多陪许思几天 张克索性闭口 不提到当地银行开户头的事 香港到处都是山 一座连着一座 在不平的公路上 行驶一会儿 就能看到另一座山 香港弹丸之地 四处紧凑 连山崖上都涨满高楼大厦 香港房地产黄金 十年的最后一波上升期 即将到来 而且在亚洲金融风暴到来之时 受到十年未能弥补的重创 细节处 张克不知道 但是大概的日期与波及规模 想必稍有经济常识的国人 心里都会有一些概念 要说香港哪里的楼盘更具价值 这还要找精通香港房市的专业人士咨询 香港房市的火爆 不仅汇集炒房人 香港房地产集团 才是最终的得益者 进而影响到这些公司 在香港资本市场上的表现 要说起香港的房地产集团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以及新鸿基地产 横基地产 赫赫有名 国人都耳濡目染 都不需要额外的找金融专家来咨询 94年中叶 香港房地产经历一次大的调整 房产平均价格下探30%之多 也令长江实业 新鸿基 横基这些地产集团 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极差 降到近年来的一个低谷 香港房市今年冬天 才渐渐回暖 直到97年香港回归前后 才达到新的顶点 然后轰然崩塌 房市的火热 传导到资本市场会之后一段时间 张克这次抽出400万 给许司筹建香港公司 会购置一些物业 让香港公司有一个好的物资基础 这些资金也无法投入香港的资本市场 内地的资金 想进入香港的资本市场 难度极大 何况张克手里没有钱 虽然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有钱这时候 在国内投资实业 回报不见得比投资股市会差 但是明后年 香港公司从TI公司的解码板上 截留下来的巨额利润 当然不能白白存在银行里 吃低的可怜的利息 第242章 香港的恋情 许司从海州带着两名助手过来 40多岁的老罗 罗金第一批财经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信刻沉稳 未免有些木讷 肚子里虽然有学问 但是适应不了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勾心斗角 庸庸碌碌的人到中年 在国企里 还只是一名普通会计 年初狠心从原单位跳到井湖 业务水平非常的出色 还有个性格泼辣的女孩子周易 人长得漂漂亮亮 26、7岁 却还没有谈对象 这在海州很少见 据她自己说 她大学时男朋友家里不同意他们往来 还说穷人家出身的女孩子 都免不了性格有缺陷 缺乏修养 小心眼 爱占小便宜等等 她恨了气 想要做一番事业 绝不让再找来的男朋友父母 骑到她头上去 有盛兴深圳分公司派人配合 香港公司的注册手续 就缺投资股东的银行开户资料 资料被其递上去之后 大概一周的时间 就能正式注册 在许斯抵港之前 张克就拜托盛兴深圳分公司 在香港大学附近选了一处物业 虽然香港房市正经受90年以来最严重的创击 还没有恢复过来 但是张克抽出来的400万款子 在香港大学附近还买不到一处像样的办公地方 也正因为香港房市经受了一次创击 香港公司才能在港大附近 接手一处大大的办公物业 80年代末建成的30层高楼 香港公司在16层 公司只有向北 向东的窗户 向北可以看见香港大学的校园 楼下有咖啡厅 初秋细雨犀利 阳伞下还有学生恋人 在享受饮料与水果 当初盛兴深圳分公司 将附近地形的照片传来 张克就决定选在那里 许斯住在附近一处高级公寓 罗金文、周易以及其他日后 会从内地派往香港公司工作地员工 会每月额外补贴2000港币的房租 2000港币的房租 差不多只能住桶子楼 许斯原想与周易合住一起 但是张克坚持让他住进高级公寓 一则安全上有保障 二则许斯毕竟年纪还轻 有必要跟下面的员工拉开距离 与员工打成一片的做法 并不适合每一个老板 在港大附近的庄月明楼饭堂 吃过中饭后 附近随罗金文、周兔留在公司 张克与许斯辗转成小巴 地铁到市中心 香港公司的业务还没有开展起来 没有什么好指导的 只是开设银行账户的话 香港汇丰银行遍地开花 甚至可以在公司附近 就将事情早早搞定 整个下午的时光 张克就陪许斯逛街 肆无忌惮地 完全作为一对恋人的逛街 虽然下着小雨打着一把伞 有时许斯会挽着张克的胳膊 有时会牵着她的一根尾指 有时会让张克搂着她的 隐隐堪把的仙妖 从尖沙嘴地重光百货 又逛了星光大道 再往迷敦道一路逛了下去 虽然迷敦道的水货很多 就算十几年后也未改名声 张克还是给许斯买了一瓶兰蔻的香水 一瓶法国牌子的防晒粉底液和唇彩 到一家咖啡店里歇脚 商量晚饭 歇够了 跑到名人饭堂记 点了十几年后 也一样有名的烧鹅 酸姜皮蛋 虾干蒸豆腐等 饭后在中环闲听信部 就看中环许多很有创意的橱窗设计 或是一条大红井里 或许一件景香古装 有的建筑一路面形成半圆 外面黄色的射灯打着 如梦如幻 看人 也让别人看 逛了夜里十一点钟 许丝才狠下心跟张克说 心满意足了 你明天就回去吧 这话让张星酸了一下 忍不住在大街上搂紧许丝 坐低市回到许丝住的公寓 下低市时 张克先下车 许丝脚伸下去着地 忍不住痛 轻声呼了一声 张凡手环搂住许丝的腰 将他掺出来 怎么了 脚有些疼 张克弯身帮许丝脱掉鞋子 脚底板处的薄丝袜上 血迹都干结了 小腿都有些浮肿 张克看了都觉得揪心 心疼地问许丝 脚底板的血泡都磨破了 我都没注意到 我傻乎乎的 你可以早点跟我说啊 许丝咬着嘴唇说 想让你明天就走 再说 没觉得多少疼 另一只脚呢 好像也有些疼 勇气地说 你扶我进去 唉 张克怜惜地 将许丝横抱起来 让他拿着鞋 放我下来 许丝在张克怀里 轻轻地挣扎 会给别人看见 快放我下来 张克看着许丝 笑着说 你猜我会不会放你下来 看着张克黑色深邃的毛子 嘴角邪气地挂着浅笑 透露出一种异样的邪魅 许丝脸颊发烫 不再挣扎 却将擒手埋在张克怀里 不敢看路过人的目光 他在张克的怀里 却张开嘴 隔着衬衫 轻轻咬着张克的胸膛 还小声地说 不许叫疼 许丝住的房子 是近四十个平方的单身公寓 即使刚住进来不久 也让许丝整理得井井有条 布置很有他个人的特色 张克将许丝放床上 拿来要棉与点酒 许丝脚底板的血泡破了之后 已经结了夹子 轻轻地要撕开 就看见许丝皱着眉头要呼痛 真的很疼 平时挺能熬疼的 许丝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他心里也觉得奇怪 似乎跟张克在一起 心都变得异常地柔软 也吃不住疼 张克转身从置物箱里 拿来剪刀 做什么 剪开啊 张克比划了一下 突然想起 剪丝袜 倒是比较诱人的一种恶兴趣 特别是许丝今天穿着裤袜 看着许丝裙下的小腿 纤细修植 小腿隆起的弧度 不由引人的目光 继续往上滑 你看哪里 许丝娇羞地 将双腿交叠 媚眼如丝 手撑着床面 腰枝坐直 身态却愈发地诱人 张克笑着说 你穿裙子的样子 真的很诱人 做事要扑过去 许丝哥哥笑着 身子要往后缩 却扯到破皮的伤脚 忍不痛又轻呼了一声 啊 你今晚是逃不出我的魔掌了 张克坐到床边 将许丝两只脚上的薄丝袜 小心地剪掉 露出精致干净的脚来 张克给血泡破皮处擦上酒 又将另一只脚底板上的血泡 用针挑破 将斜挤进 许丝怕痒 还得小心 他突然挣扎开 今天走的路太多了 许丝的小腿都有些肿 张克捧起许丝的小腿 放在自己腿上 帮他输筋活血 也有心情细细地欣赏许丝 仙巧白嫩的玉卒 许丝享受张克手指捏柔的酥麻 手还不忘掩着裙板 不让张克借机往里看 刚才只将足部的丝补袜剪掉 纤细的小腿 及以上的部分 都包裹在丝滑的裤袜里 张克抬头看着许丝 脱掉吧 我帮你好好按按 嗯 许丝拉出毛巾背 掩着下半身 要在被子下脱裤袜 这么脱 碰到你的腿 你又要叫疼了 哪怎么办 许丝疑惑地看着张克 张克弯身拾起 刚才放在床下的剪刀 笔划了一下 剪掉 许丝咬着嘴唇 有些傻傻地看着张克 气息却有些紧 媚眼如丝 眼睛里的光芒 却异常地灿烂 大概没有比将一双雪白无瑕的修植长腿 从丝袜的包裹里剪出来 更让人心跳狂乱 光想想 就让人意乱神迷了 张克捧起许丝的小腿 微凉地剪刀刚触碰一下 许丝就发出一声阴明的身影 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缩回脚 好痒 裙子翻到腰间 当张克捡出一条风鱼唇白的大腿 许丝已经软得浑身没有力气 近乎完美的曲线 朱圆郁润的白嫩 双腿紧紧并着 没有一点的丝缝隙 另一条腿 还裹着肉色的丝袜 却似不同物料 制成完美之物 许丝感觉心脏都要融化掉 身体有些微凉 看着张克嘴角挂着坏笑 却始终没有勇气主动的要求 只是咬着嘴唇 脸颊染着鲜艳诱人的桃红 气息迷乱而急促 第243章 广州之行 欢愉了一夜 许丝倒是没觉得 白天走得太累 小腿的肿胀 还是清晨醒来 才觉得有些酸疼 张克替他揉捏了一会儿小腿 殷勤地准备早餐 室外的小雨还没有停息 将早餐端到床上 看着玻璃窗外的雨丝 觉得格外的静谜 哪个女人不想躺在情人的怀里吃早餐 许丝裹着被单 喝一口牛奶 抬头凝视张克一会儿 有时会俏皮 撅起嘴 让张克来吸他嘴里的牛奶 一顿早餐吃完 床上却落了许多面包鞋 许丝一在张克的怀里伸展身体 说道 真的心满意足了 哪怕你现在 就跑到其他女人身边 都没有问题 可 张克差点给嗓子眼里的牛奶给呛着 搂着许丝的颈脖子 将她娇柔的身子 裹进自己的怀里 傻乎乎说什么话 你不要我 我倒是有女人好投奔啊 许丝奄然一笑 手撑着张克的大腿要坐直身体 却碰着他两腿间的那根硬雾 英明轻呼了一声 你怎么还是这样 张克将许丝的身体往怀里拉了拉 抵着他柔嫩的臀伴 笑着说 以前看吕不韦传 说吕不韦得赵姬 七日不出其门 总觉得有些夸大其词 要不我们也来个七日闭门不出 破了他们的记录 你怎么近看这些乌七八糟的书 还近记得这些乌七八糟的内容 谁要跟你在家里待七天 人都臭掉了 再说 吕不韦还不是将赵姬送给别人了 那是吕不韦傻呀 江山再好 要没有家人相伴 岂不是太寂寞 江山啊 不过是家人的陪陈 哼 许丝轻笑着 换做你去古代当君王 估计会是荒淫无度的家伙 哪用估计 现在就是 张格坏笑着 手托着许丝的臀伴 让他坐到自己身上来 让他臀伴间 滑溜暖热的唇皮 缓缓吞裹过来 上午还要去公司一下 没敢瘫痪太久 许丝的脚底板血泡 挑破结了血架 穿上弹力鞋 又垫了几层纱布 也不觉得多少碍事 进公司大楼前 许丝便不再松开手 不再挽着他的胳膊 银行方面的手续 很方便 就办理掉 注册公司的资料准备齐档 递交给香港当局 一周之后 就可以走完所有的程序 除了司机之后 公司还请一名后勤 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 从深圳输入的劳务 在香港工作了好几年 会说广东话 英语也能对语 只是普通话欠缺得很 在香港说普通话 很少有人听得懂 英文教育水平却很高 出租车司机 大多会流利的英语 傅俊由罗金文陪同 倒不会困在公司里 寸步难行 张克 许思 召集傅俊 罗金文 周易 六个人搞了一个小小的街牌仪式 不锈钢的亮明牌上月秀 香港 有限公司八大送体字 描着黑漆 去年香港中环一带的办公楼 均价摸高到20万每平方米 就算经过一年的调整 均价也在13-14万左右 400万港币 能在海州前门买一层楼 在香港只能买一间房 香港大学地处偏僻一些 但是400万港币 也能在这附近 勉强购置一处稍微宽松的办公物业 公司在香港有固定资产 法定代表人又入港籍 许多手续 特别是跟银行打交通 就能方便许多 香港公司当前成立贸易部 主要是为爱达与TI公司之间的贸易服务 无需挤进中环这些繁华的商务区 等到有利润节流下来 再考虑成立投资部 即使负责TI与爱达之间的转口贸易 货物也不会实际从香港转运 而是直接从上海入关 只是单证与货款 要从香港转手 结算 香港公司前期主要是为爱达服务 工作上的压力不会太大 还有就是 为后期的投资部 收罗些优秀人才 张克在香港住了三夜 与许司将香港好好游玩了一遍 每晚都躲在许司闺房里销魂 直至周游 刘明辉打电话向他汇报他们 已经到广州 张克才被迫动身前往广州 爱达今年的市场重点 在华东地区 但是想到日后的影碟机制造巨头 中山爱多电器公司 挺进市场的第一步 就是在今年11月 扬城晚报 刊登一则影碟机的悬念广告 为先机打开华南的市场 中山爱多进入市场的具体时间 张克记不清楚 但是决定抢在11月的月初 在广州先下一步棋 今后两年 全国80%的影碟机厂商 都集中在广东 福建两省 抢占华南市场的意义非凡 张克决定 11月之前 先做广州的市场 既是占领华南市场的桥头堡 方便日后大规模挺进华南市场 也可以压制中山爱多做市场的热情 张克能想象 95年11月 每天习惯阅读 扬城晚报的广州市民 所能遇到的情形 他们每天打开报纸 首先冲击他们视觉的就是 爱多 整版套红就这两个字 其他没了 这样的广告持续了一个月 最后谜底揭开 爱多VCD 这样的广告奇招 是中山爱多 敲响挺进市场的第一罗 这就是中山爱多 这样的中山爱多 是值得敬佩的 但是一年之后 中山爱多 首先举起自相残杀的大刀 为了将数以百计的 影碟机组装工厂赶出市场 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 中山爱多大举杀价 一次性就将影碟机 降至当时中山爱多的成本价左右 中山爱多 当时就是拿出这种 宁可赔钱 也要将别人杀得头破血流的气势 完全不去考虑心科 步步高 这些真正的对手 由于有更强的技术力量 比中山爱多 具备更强的成本优势 猫在爱多的身后 在张克眼里 中山爱多 只是撞上死耗子的虾猫 完全算不上有市场的战略眼光 根本没有看到 VCD寿命短暂 注定会很快 被技术更先进的 DVD淘汰 抢占再多的市场份额 却不能从这个市场 掠夺足够的利润 一切都是扯淡 张克就是要在未来的影碟机 整机组装巨头面前树立起不可抗拒的强者形象 额外拨给周游 刘明辉300万 让他们在广州 抢在中山爱多之前花掉 这么做虽然有些阴险 但是为了能让好日子延长一些 一些手段还是必须的 10月末的广州才有初秋的模样 张克抵达广州与周游 刘明辉会和 会同爱达在广州的经销商一起讨论 如何重拳 轰开广州的市场 从目前每月100台的销量 骤然提高10倍 20倍 30倍 刘明辉私下找张克谈了一次 他希望能单独负责华南的市场 广州经销商也表示 与刘明辉合作会很愉快 筹建爱达之初 张克以蒋威与刘明辉为助手 完成前期的市场调研与准备工作 刘明辉为爱达从合肥万艳 找来丁淮 苏京东 后来苏京东 丁淮分别担任爱达的总经理 与继研总监 刘明辉并没有在爱达 找到合适的位子 今年夏天 刘明辉才算正式调入爱达 在市场部又屈居周游之下 即使在当初被张克招入海泰的四个人中 他的地位也没有突出的地方 心里多少资深出些不满 对于下面人的能力 张克自有评价 刘明辉虽有才能 也很有想法 但是还不具备独挡一面的全面能力 独挡一方市场 不仅仅是想出好的宣传策略就可以了 如何更合理的支配市场资源 才能在有限的费用下 做出最好的市场成绩 要是不顾成本的进入市场投入 一个地方的销量是能做起来 但是赚不到利润 一切都是白搭 当然 谁没有开始的那天 张克决定给刘明辉一次机会 看他到底具不具备独挡一面的能力 也考虑到华南经销商网络 经他的手建立 总不能再准备进攻广州市场的前夕 任手下大将闹情绪 对广州市场有所动作 是张克离开海州前临时起的念头 市场部仓促草拟的方案 有很多漏洞 张克在广州留了三天 对市场部索拟的方案进行调整之后 才离开广州 只说有更重要的事情 将周游带回海州 让刘明辉负责广州的这次行动 张克回到海州就住了两晚 就与周游前往省城 这次去省城 是绕道把江大一起带北京去 第244章 江大的生日 11月初的香港 深圳 甚至连秋意都不浓烈 回到内地 人在室外 让风吹着 西装外面 甚至要穿风衣彩 觉得暖和 省城城南山蓝绵延 西北风毫无遮挡地 在城市里的肆虐 省城是一座四季不分明的城市 几乎感觉不到春秋两季的存在 好像夏天刚过 一场西北风吹来 就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寒意了 刘明辉揽下广州那边的活 这次去北京 张克决定让周游顶在前面 周游西服外 还穿着短风衣 张克只穿着浅灰色的工装夹克 牛仔裤 弹力运动鞋 十足的学生样 好像是要去北京旅游 在西城卖场推出之后的两个月间 盛兴同时在省城 上海 筹备两家规模更大的家电连锁卖场 省城为盛兴独营 上海的家电卖场 为盛兴与永城合资 但是盛兴控制着绝对股权 人到省城 总免不了要给叶建兵纠缠 张克将周游推出去 让傅俊开车 在他先应付叶建兵 让他捎话给叶建兵 晚上可以陪他去学府巷喝酒 张克则去找许薇他们 在海州时 与许薇有过联系 今天恰好是江大生日 当时林小燕也在电话旁 说他作为老板 自然要表示一下 他们暂时就没让江大知道 张克这次要去省城 张克先去东海大学找到许薇 令小燕 林冰都在宿舍里候他 见到张克 就问他 你打算怎么帮戴尔庆祝生日 大不了请你们吃顿饭 张克魂不在意地说 全市的饭店任选 我保证不会眨眼 妾 完全不值得期待 令小燕 林冰大失所望 完全体现 不出花花公子的水准 要知道这个生日 对戴尔是很重要的 张克怂怂间 表示对此无能为力 南方有庆久不庆时的说法 按虚岁算 江大尔今天满二十岁 应该算十年中最重要的一个生日 不过家里一向不重视过生日 特别是爸爸进入市里之后 家里就没有人庆祝过生日 对此 妈妈是满肚子的意见 张克对生日之类的日子 缺乏敏感的热情 江大尔不晓得 张克今天要过来 虽然是周末 他人 还在音乐学院的舞蹈教室里 张克陪许为 林小燕 林斌骑车去音乐学院的舞蹈教室 去找江大 张克他们 赶到舞蹈教室里 江大正骑坐在项目地板上 俯身压腰 江大穿着紧身T恤 弹力裤 腰间系着长袖衣 他俯身贴着地板 从园林口 露出一小脚雪白的乳肌 先腿修长 让弹力裤绷紧 浑身散发出青春明念的魅力 啊 你们怎么过来了 江大手掌轻轻撑地 身体轻盈盈地就站了起来 充满韵律的美感 张克可是记得 江大在夏天之前 还没有舞蹈的基础 心想他这两个月 真是不容易 今天你生日 张克特意从海州赶过来 给你惊喜 林小燕拿张克开玩笑 江大倒是有些惊喜 脸颊微红 伸手抹掉额头上的细汗 无法置信地看着张克 真的 张克刚想胡扯 看见江大他妈李月如 手里抱着一件照衣 从角落里的长凳上走过来 便没有心思胡扯 直接解释 这次来找江大的用意 这次公司会有人去北京 跟中央电视台有接触 希望大能向学校请几天假 配合一下公司的宣传活动 既然今天是大生日 我代表公司请大家吃顿饭 这话说的客客气气 滴水不漏 90年代 中央电视台还笼罩着神秘的气息 李月如听到女儿这次 能跟着直接跟中央电视台的人接触 自然很高兴 倒是江大听到张克 不是专程来给他庆祝生日 心里有些着小小的失落 令小燕他们 拿张克与江大说事 更多是开玩笑 谁让张克已经看过江大的半裸身体 只要张克答应请吃晚饭 他们也没有纠缠着他不放 我今天还有几个动作练习没有完成 江大有些不好意思让张克等 说话都细声细气的 这么完美的一具身体 带着这么娇美的面容 在面前跳舞 哪怕就摆几个姿势 张克哪里会有一丁点的不耐烦 张克跟许为 林小燕 林斌他们坐了一边去 手托着下巴 定情地看着江大那里 练习舞蹈动作 有李明如在旁边盯着 美感太入神 几个女孩子穿着运动衫 笑笑闹闹地走进来 他们看到张克那边坐着人 就到对面的长凳上 脱掉外面的运动衫 露出里面的紧身衣 要不是孙静萌的笑声 有种独特的清零 张克还无法认出他 卸掉农装之后的清纯模样 想起上回深夜 送孙静萌回宿舍的恐怖模样 张克将衣领竖起来 生怕孙静萌会认出自己 毕竟重新回到94年 还是有人是自己惹不起的 眼前的孙静萌 就是一位 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这边条凳坐着三个女孩子 一个中年妇女 张克一个少男家在里面 就额外地醒悟 孙静萌那边几个女孩子 早就注意到他 还不停往他脸上描 时不时偷偷指着这边 咯咯乱笑 都猜不到他们在讨论什么 笑声听起来很暧昧 令小燕扎扎嘴 在他耳朵低声说 小帅哥就是吃香 你要让你家司机送你过来 至少能征服这里一半的女孩子 张克笑着没有应他的话 三所学校就挨在一起 其他两所学校的女孩 对音乐学院的女孩 颇多微词 当然 跟音乐学院每到周末 就有无数名车街女孩子们 出教过周末的风气有关 但也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是这样 不过从孙静萌的表情看 他没有认出自己 这让张克松了一口气 大概今天的打扮 与上回见他时 差距较大 张克还是不敢松懈地 拿衣领遮住小半片脸 直到姜大练习完 才匆忙逃离现场 张克匆匆走出舞蹈教室 看见姜大走到教室门口 孙静萌喊住他说了几句话 等姜大出来 问他 你认识那个女孩子 孙静萌啊 九四届舞蹈编导的大姐大呢 不过她的民族舞非常的厉害 只要进这间教室的女孩子 差不多都认识她 只是她不大理人 张克还真不晓得 孙静萌是学编舞的 想起她浓妆艳抹的样子 却有些不像 吃饭就选在学府厢的饭店 紧挨着197898 还是林小燕的男朋友 朱小军赶过来时 手里提着一只大蛋糕 原来许为林小燕 林彬三个女孩子 早就给姜大 预定了生日蛋糕 朱小军从单位直接赶过来 除了公事包 还夹着文档带 令小燕奇怪地问 什么时间金茂伟的工作 多得做不完 要晚上带回家去做 朱小军八月份毕业 进入省金茂伟工作 这是一份优渥而有闲的工作 她听着林小燕嘲笑她 省金茂伟 很多是从部队转业的干部 虽然这些转业干部 在专业上很欠缺 但是很多 刚去的大学生 只会给安排做一些 打扫办公室卫生之类的 无聊工作 朱小军刚去两三个月 还没有入门 更没有资格拿文件回家去处理 她笑着解释道 惠山市的一家企业 决定要三星合资 合资的事情 惠山市里 已经跟三星谈妥合作的条件 一项书早就签下来 就等着省力给批复 今天我们处长下班 给这家厂的 一名副厂长杰柱 硬给塞了这份材料 内部要真有不同的意见 更应该直接去找外经贸委 跟我们经贸委有什么关系 我们处长看到我在旁边 就硬塞给我了 让我随便打发掉 惠山市哪家企业 令小燕奇怪地问 跟三星合资 朱小军没回答 江大他妈李月如说道 香雪海冰箱厂 要跟三星合资 惠山市都传遍了 好像三星要往惠山头 好几个亿 与香雪海建什么冰箱生产基地 听到这里 张克想起 这个九十年代 还享誉国内的 持名冰箱品牌 在合资后 未来十几年的凄惨遭遇 看着朱小军 说道 香雪海的这个厂长 是反对合资 嗯 说什么合资时 没有计算 香雪海品牌的价值 还要求合资后 三年时间里 不使用香雪海 这个品牌 人家三星 只要求三年 不使用香雪海品牌 又不是 将这个品牌 置入合资企业 怎么要计算 品牌的价值 又不是说 这个品牌 三年不能再使用 总之说了很多 不好的地方 完全没看到 引进外资 引进韩国先进生产技术 管理水平的好处 我们处长说 每件事 总会遇到这样的刺头 朱小军还刚走上社会 对这种复杂的事情 缺乏独立的判断 张克对他的话 毫不介意 心里想 韩国棒子 会安什么好心 一个品牌停用三年 就足以让市场 彻底的遗忘 三星借合资 从根本上 抹杀香雪海 这一个强势的民族品牌 降低他们进入国内市场的阻力 同时 让香雪海附庸成他们的生产车间 但是国内的官员引进外资 都烧红了眼 第245章 惊艳的生日礼物 整合惠山市六家制冷设备生产企业 而成的香雪海电冰箱厂 作为惠山市的市属企业 要与三星合资 惠山市相关部门主持谈判 签订合资意向书之后 还需省政府批准 虽然绝大多数时候 最后一道程序是种形式 但毕竟也是一道程序 张克记得印象里的香雪海 与三星合资的事情 是95年开始谈判 96年正式成立合资企业 计算时间 这时候 差不多是他们谈判 接近尾声了 张克问朱小军 香雪海送上来的材料 你还没来得及认真看过 朱小军只当茶余饭后的一个闲扯话题 笑着说 我们处长应推给我的事 我这样的小人物 看不看都一样 最终还是丢垃圾桶里去 现在考核地方 最重要的 就是引进多少外资 其他的理由再重要 都抵不过这条理由 真是这样 张克不想在饭桌上 讨论沉重的话题 心想 香雪海的这名副厂长 既然到省里的告状 那就不会轻易离开 也笑着说 还是看一看得好 香雪海的这个厂长 倒是蛮有趣的 他材料里 应该留下他在省城的联系方式 有什么有趣的 不过给我们添了剑头疼的是 惠山市里决定的事情 难道捅到省京茂尾就有用 朱小军满不在乎的样子 张克拿过文件袋 拆开来看里面的材料 他也没觉得 这样违反了纪律 香雪海的这名副厂长 叫陶行健 他果然在材料里 留下他在省城的联络方式 张克拿笔记了下来 其他人不晓得张克的用意 令小燕笑着说 你是盯上三星了呀 你家的影碟机 今年能超过三星吗 倒不是盯上三星 95年 香雪海在国内家电业的地位 犹如十年之后的青岛海尔 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品牌 因为合资的陷阱 陡然陷落 多少有些可惜了 具体的事情 还要找到陶行健了解才行 林小燕他们 只当爱达电子 是张克的家族企业 对于爱达影碟机 今年内超过三星 张克没有丝毫的怀疑 三星影碟机质量很不稳定 市场反馈很差 就算是为了维护整个品牌的美誉度 韩国三星公司也会将他们的影碟机项目主动砍掉 张克笑了笑 说道 那也要看戴尔姐能多吸引人 难得有这样的夜晚 吃过晚饭 江戴妈妈知情识趣的先回租的房子里 去张克 朱小军陪姜大 许为他们四个女孩子去逛夜市 说是可以让姜大到东方广场挑一样礼物 算大家合伙送给她 夜里又吹起西北风 深秋的夜晚寒意俏然 从西尔登酒店走 穿过地下人行通道 走到马路对面的东方广场 商煞前的广场上 有几个小女孩子 各捧着一捧月季冒充的玫瑰花 纠缠路过的情侣买花 张克他们刚从地下人行通道时机而上 就有两个小女孩纠缠上来 帅气的大哥哥 给漂亮的姐姐买朵花吧 小女孩子年龄就十一二岁左右 可能年龄更大一些 只是身材瘦弱 看上去比较小 大概没有料到 省城的深秋会是这样的寒意逼人 衣衫都很单薄 站在广场空旷处 吹着冷风 纠缠着不让张克他们顺利离开 瘦弱的小身子却是瑟瑟发抖 看着小女孩子可怜 也是让他们纠缠不过 朱小军让四个女孩子 各挑一只月季冒充的玫瑰花 掏出钱包准备付钱 一个女孩子走到张克身边 说道 这位大哥哥 你比那个大哥哥还帅 也买花 送给四个漂亮的姐姐吧 不然你再帅 也争不过那个大哥哥的 哪有这么快过河拆桥的 那我不付钱了 朱小军笑着说 拿在手里的钱 却给另一个小女孩子一把夺了过去 拿到钱的小女孩 转身就溜走了 这个小女孩 还眼巴巴地看着张克 希望她再买几只花 好了 你走吧 我们都买四只了 林小燕让那个小女孩子走开 对张克说 这些小孩子 背后都是有人控制的 每次上街都纠缠着没完 有时候 我都不敢跟朱小军走一起进商场 规定一只 最少要卖多少钱 张克低头问 这么相貌 还蛮清秀的小女孩子 那个小女孩子愣了愣 没见过张克这么还价的 说道 三块钱一只 你买四只花 给漂亮的姐姐吧 你手里有多少只 还有你告诉其他小孩子 三块钱一只花 有多少都送这边来 今天是这位漂亮姐姐过生日 这里所有玫瑰花我 都要买来送给她 张克指着姜大 对小女孩子说 不要 姜大吃惊的说 脸颊含着羞涩 发疯了 你知道有多少小孩子 在这附近卖花 令小燕吃惊的说 随她去 她家反正有钱 许为横了她一眼 倒是没阻挡 这些小孩子蛮可怜的 就算她做件好事吧 这些小孩子背后 都是被人控制的 卖花的钱 他们又拿不到一分 林彬说道 张克轻声说 但是他们今天夜里 就不需要穿着这么单薄的衣衫 继续站在寒风里 苦苦求着年轻的情侣 买花 可以高高兴兴地早些回去睡觉 或者玩耍一下 从口袋掏出皮夹子 拿出一百块 递给小女孩子 你快去帮我通知人 小女孩子将玫瑰花塞姜大怀里 没等她做出反应 就飞快离开 边跑边喊 这里的大哥哥 要买下所有的花 给今晚最漂亮的姐姐 张克含笑 看着姜大说 一千朵玫瑰花 并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能让这些小孩子 今天晚上早点回去睡一晨 少吹些冷风 你也要收下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姜大傻傻地站在那里 有些不知所措 抬手却抹掉眼角溢出的 一滴晶莹的泪水 令小燕 灵奇 许为 都让张克的这番话 说得有些傻 还是令小燕先反应过来 笑着说 张克这小子 太会骗人家女孩子的心了 她要把今晚的玫瑰都送给我 我铁定把朱小军甩掉跟她 姜大满脸红韵 鼓起勇气 捧着怀里的玫瑰花 低头含羞不语 张克拉着姜大往广场里走了几步 说道 你就站这里收花 将皮夹里厚厚的一叠钱都拿出来 分给朱小军 林小燕 许为 林彬四个人 你们帮着我付钱 九五年信用卡用起来很不方便 张克随身都喜欢 带着几千元的现金 倒不用临时通知傅君送钱来 张克还担心姜大会给人认出来 她的脸一红 青春娇艳 还穿着东海大学运动服式样的校服 跟广告里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一会儿 附近卖花的小孩子都飞奔着过来 虽然都是月季冒充的玫瑰花 但是上千朵堆在一起 却出奇的美丽 商场前广场上的人 都给这里的动静吸引过来 围在一边观看 也有人认出姜大来 啊 广告模特 哪个广告模特 你不会看啊 就那个广告牌 我说 怎么看着眼熟呢 爱打影蝶机的广告女郎啊 商场前呢 悬着长条的横幅 上面印着姜大的巨幅形象照 虽然她现在本人穿着很朴素 但一惊让人指认出来 便引来更多的人围观 散掉四千多元 换来一地的玫瑰花 还有几的滴水不落的围观人群 哪里还有心思 再去逛东方广场 张克从地上的玫瑰花丛里 捡了四只玫瑰花 给姜大 许为 林小燕 林斌 一人一只 六人穿越地下人行通道 飞快地逃离现场 大家都兴奋异常 林斌笑着说 我以后的男朋友 要有张克一半的浪漫 我就死心跟着他 张克笑着说 浪漫是要花钱的 你看我皮夹子都壮烈牺牲了 你要对你男朋友提这样的要求 不论你死不死心 他都会先死心要离开你了 不说推俗的话 你怎么知道 我们林妹妹不能找个有钱的主 再说了 千金买家人一笑 你看大儿现在兴奋地 令小燕习惯性地取笑 姜大 千金一笑 我今天花了四千多 张克转头看着姜大 大儿 你还欠我三笑 去 姜大儿娇羞地清脆了一口 他脸上的红韵还未消掉 眼睛里始终含着羞涩的浅笑 清纯之间平添了无限的妩媚 第246章 完美恋人 让姜大儿心动不已的 不是那一地的玫瑰花束 即使叶红将一万朵玫瑰 铺陈在他的眼前 他都不会心动 而张克不忍心 那些卖花的小孩子 在寒夜里挨动的心思 让姜大儿感觉到 他细腻的心 即使知道 这些卖花的小孩子 受人控制 买花的钱 都会流入背后的那人手里 只希望看到这些卖花的孩子 今天夜里不需要穿着这么单薄 继续站在寒风里 苦苦求着年轻的情侣 买花 哪怕可以高高兴兴地早些回去睡觉 哪怕有时间玩耍一下 这样的男孩子 大概才是女孩子心目中的完美恋人吧 怀着无限浅犬情思 姜大儿娇美柔晚 许为 林冰 林小燕要在十点半之前回宿舍 姜大儿与他妈妈 在学府巷背后的公寓楼 租了一套房子 但是也被要求十点半之前 必须回去 张克记得 晚上要去1978陪夜见兵喝酒 他与姜大儿在学府巷下了车 东海大学的大门是下一站 朱小军送许为 林小燕 临兵回宿舍 下车前 张克又跟朱小军说了一声 让他将香学海电兵香场的材料读一下 他要有悟性的话 这对他个人来说 或许也是一次机会 叶建兵与孙靖香的关系见不得光 不适合请姜大儿去1978小作 先送他回家 因为香学海与三星合资的问题 张克决定 在省城单个一天 找到香学海电兵香场的那个副厂长 陶天健打听情况 然后再去北京办事不迟 与姜大儿约好 明天晚上再见 沿着有些陈旧的学府巷而走 看着偶尔错身而过的 画着精致妆容或素面朝天的女孩子 颇有种生活还是继续的感觉 走进1978 叶建兵坐在吧台边 孙靖香闲尽自得地站在吧台里 两人目光温柔地交接 孙姐上回偶尔去海州旅行 我都没有接待 真是很失礼啊 张克坐到吧台上 笑嘻嘻地说 孙靖香俏脸微红 拿着酒杯帮张克到知华市 到了三分之一 又往里对一云矿泉水 加冰块 他上回去海州 是与夜见兵秘密偷情 旅游不过是借口 偏偏要让张克取笑 他将金银剔透的玻璃杯 推到张克的面前 男孩子平嘴倒学得快 周游酒量不行 怀疑他是做销售出身的 我让傅俊仙送他回宾馆睡觉去了 就算周游酒量行 夜见兵也不会将他领到这里来 张克笑了笑 在这里有个好处 夜见兵绝对不提生意场上的事情 他将这里看成他最私人的地方 孙靖蒙走进来 脸上湿着妖艳妆容 几乎看不出半点他在舞蹈教室的清纯模样 张克侧过身子 希望孙靖蒙的目光能将自己过滤掉 奇怪了 今天有人想将头缩进脖子里 去 不要以为拿片叶子就能隐身 孙靖蒙细血地挑试着张克的侧脸 原来在舞蹈教室里就给孙靖蒙认出来的 张克尴尬地笑了笑 你这小兄弟是什么来历 随便勾搭的都是万人空巷的大美女 孙靖蒙转眼看着夜见兵 夜见兵笑着说 这家伙惹人恨得很 年纪小归小 但是其他男人跟他站一起 都灰眉土脸的 也惹女人恨 他女人缘太多 女人大概会郁闷 这么完美的情人 不晓得何时才轮到自己 我说靖蒙啊 你就捨这条心吧 孙靖香在吧台里咯咯轻笑 笑着不让夜见兵胡说八道 张克笑着不说话 一脸从容地抿着杯中酒 任夜见兵在那里胡说八道 便是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温吞模样 沉默地抵抗孙靖蒙的泼辣 非常的挑衅 张克让夜见兵开车 送他回下他的兵馆 刚巧周游醒酒过来 张克便跟他大概说了一下 香雪海垫冰箱的事情 第二天 让傅骏寻着他抄下来的地址 去找陶行舰 张克让傅骏去邀请十分的突兀 陶行舰住在省京茂尾附近的小旅舍里 看到傅骏递上去周游的名片 有些莫名其妙 毕竟海州里的艾达店子 看起来跟这件事情毫不搭接 但是艾达作为最近几个月 一军突起的家电公司 本身就充满神秘的色彩 陶行舰还是跟傅骏到张克所在的宾馆 跟张克周游见面 傅骏将陶行舰带回来时 张克坐在房间的客厅里 读今天早上的晨报 昨天的事情 不晓得哪个市民爆料到报社 用了很大的篇幅 给当成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报道出来 广告模特心疼寒夜卖花小女孩 男友风中买花献爱心 献爱心自然是双关语 文章采用的照片 就是艾达影碟机的宣传照 由于艾达在晨报投有广告 文章也不吝啬地多次提到 艾达店子的名称 张克哈哈大笑 跟周游说 昨天将皮夹子里的钱都掏光了 连坐出租车的钱都没有 看来这钱洒得物有所值 所谓无心插柳 就是指这个 这种正面的社会性的报道 对艾达影碟机美誉度的提升很有帮助 加上昨天目睹者中 市场宣传的价值 要远远超过买花的钱 看着傅君带人进来 张克与周游站了起来 看着陶行健 才30岁出头 身材薛瘦 健眉心目 与张克想象的大不一样 张克之前还以为陶行健 是个人到中年的企业干部 昨天与省经贸委的朋友一起吃饭 看到陶厂长交给省经贸委的材料 好奇之下 稍稍了解一些情况 觉得很奇怪 湘学海与三星的合资 是惠山市政府定下来的 陶厂长到省经贸委递材料 是个人的单独行动 还是湘学海集体的决策 张克见陶行健 眼睛有犹豫之色 笑着说 我也是一个关心民族品牌成长的人 湘学海的问题上 有些观点 与陶厂长不谋而合 张克并没有时间 当着朱小军的面 将材料仔细地阅读一遍 但是湘学海这个品牌的遭遇 是令人不堪扼腕的一件事情 国内每提到民族品牌这个话题 几乎都会提到 湘学海的教训 不过 那只是事后追悔 没有想到湘学海内部 也有人早看到 三星在合资背后隐藏的阴谋 也不能说是阴谋 只是当时国内对外资毫无提防心 引进外资发展国内经济之时 就单纯地相信 外资是毫无私心地 帮助中国发展来了 张克开门见山的提问 让陶行健有些不知应答 张克笑着说 要是陶厂长个人的单独行动 陶厂长应该知道 背着惠山市政府 向省里递材料 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吧 我不仅关心湘学海的未来 还对陶厂长一往无前的勇气 表示钦佩 张克点醒陶行健他 这次到省京茂尾来递材料 是背水沉舟的举动 陶行健便没有太多的顾忌了 即使张克 周游对他来说 还是陌生人 陶行健将湘学海与三星 启动合资谈判以来的种种 都说给张克 周游听 根据秘密谈判议定的条款 合资之后 三星控股合资公司 湘学海商标的价值 为做任何形式的评估不算 三星还提出 合资三年时间里 不仅合资企业 不用湘学海这个品牌 还要求湘学海电冰箱厂 不生产湘学海品牌的电冰箱 同时要求将厂里 积累多年的最优质的一块资产 技术人员毫无保留的 置入合资公司 陶行健说道 惠山市政府 过多的考虑影子问题 完全忽略了 我们厂多年创下的品牌效应 市场一年一变 要是答应三星的条件 三年不能生产自己的产品 等于扼杀的湘学海这个品牌 将所有的技术人员置入合资公司 那么除了合资公司 原来的湘学海电冰箱厂以后 还要不要发展 还不如这次一起卖给三星 惠山市里是市长周景于牵头 市里对合资的意见比较统一 就算有不同的声音 也没有传进陶行健的耳朵里 张克头疼的景 他敢保证 绝不是故意挑周景于的毛病 陶行健豁出去了 就放开胆子跟张克 周游聊起来 陶行健谈吐间 所表现的管理素养相当高 对企业财务管理与品牌建设 有着独特而系统的见解 他也不是大学一毕业 就进湘学海电冰箱厂 他虽然是惠山人 但是毕业后 先在深圳的一家外资企业 工作过四年的时间 因为父母的身体原因 前年与爱人回惠山 应聘到湘学海 担任财务运营科长 因为他有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经验 外语水平高 参与合资的谈判 他的副厂长 还是参加谈判前临时当上的 只是为了提高谈判组的级别 第247章 要做拦路虎 陶行舰对他私自往省里递材料 可能导致的后果十分清楚 这份材料要没有特殊的渠道 不可能送上去 就算运气比较好 材料送上去 还要阅读的领导 对合资这件事有着清醒的认识 就算分管的领导认同陶行舰的观点 但是他怎么可能不考虑到惠山市的态度 湘雪海合资案 只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对外资盲目的热捧 缺乏清醒的认识 或许根本就是不愿意去顾虑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但是一切都是在合法的程序下走到最后一步 只能依赖省里否决这一方案 但是要依正常的程序走 不要指望省里有谁会为此事站出来 陶行舰不止准备了一份材料 张克向他要了一份材料 给徐学平打电话 现在只有徐学平有能力 在这个时候否决这事 当然 就算徐学平认同陶行舰的观点 也不可能简简单单的 就完全否定惠山市政府做出的一些努力 张克不方便到省政府去找徐学平 徐学平接到张克的电话 听张克说 有比较重要的事情汇报 便让张克去新梅院一起吃中饭 只同跟婉晴住在海州 周书惠便自己找地方发挥余热 张克赶到新梅院 他也刚接到徐学平的电话 赶回来与保姆一起准备中饭 看着张克从车里钻出来 笑着责怪说 嫌我们老头老太唠叨了 到省城来还住宾馆 要不是有事情 是不是还不跟我们打声招呼 徐学平与秘书李一江 也很快坐车从省政府赶了回来 在徐学平的书房里 张克将材料交给他 又将来龙去脉 简明恶药地讲述了一遍 香学海合资案 并非单纯的是一个企业的问题 香学海合资案反映于当地政府对外资的盲目追捧 对外资缺乏应有的警惕 官方说法 不仅众多民族品牌给外资借合法的手段扼杀 还使得东海省家电产业集群轮 外资家电巨头的加工车间 90年代初期 广东顺德 山东青岛 东海省东部形成三大家电产业集群 东海省东部地区的集群规模最大 但随着对外资的盲目追捧 被外资合法的 有步骤的 演变成他们的加工车间 徐学平听张克说了一遍 又很快将材料过了一下 很快就抓住其中的要点 手指习惯性地轻轻扣着桌子 说道 三年不能生产自己品牌的电冰箱 技术人员全一进合资企业 那原来的香学海电冰箱厂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一条件过于苛刻了 还不如将整家香学海电冰箱厂 都置入合资企业 也不如 让三星直接在会山独自建厂 张克摇了摇头 说道 三星与香学海合资 主要是看重香学海建厂 近30年来的技术积累 还有就是想拿三星的电冰箱 借助香学海的渠道资源 大规模进入国内的市场 他们提出 香学海品片禁用三年的条件 一是不想合资公司 将精力分散到三星冰箱之外 还有就是 趁合资之机 消灭他们 进军国内电冰箱市场 最大的竞争品牌 这时候完全买下香学海电冰箱 虽然支付代价更高 但是三星未必不愿意 多付些钱 可以一劳永逸 要是独自建厂 三星又怎会甘心 合资倒是符合三星 最大的利益诉求 既可以减少进入的成本 还能达到他们最初的阴谋轨迹 徐学平背靠着已被闭目思考 合资方案明显对中方企业不利 惠山市政府仍支持合资方案 是看到合资成功 会带来数亿的外商投资 除了能迅速提高地方上的 国民生产总值之外 引进世界500强的企业 也可以给地方政府政绩浓重的增加一笔 而香学海的普通技术工人 大概会向往合资公司 稍稍优渥一些的薪资 而支持合资方案 反而能权衡利弊的反对声音 却小了许多 张克首先要确认徐学平对此事的态度 他有所犹豫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经正常的程序 直接插手下面部门的事物 会在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形成阻力 毕竟东海的一把手是淘尽书记 而非徐学平 张克轻声地问 可不可以找个无关紧要的人 将这件事捅开来 有合适的人 徐学平问 张克心想 就算朱小军不开窍 找这么个人 也不是什么男士 朱小军没有手机 他工作后买了一支寻呼机 张克没有刻意寄朱小军的联系方式 给许为宿舍打电话 拜托林小燕联系朱小军 张克在新梅院吃过中饭 他打车先回宾馆与周游 逃行见会合 让傅俊去省京茂尾接朱小军 张克当然不会让他们知道 省长徐学平会直接干预这件事 这件事 至少要看起来 像下面人胆大包天捅破那层窗户纸 恰好让徐学平知道的样子 张克宁可自己跳出来当恶人 也不能让徐学平受到不必要的质疑 将斗争限制在一定的程度 徐学平就完全能撑得住这片天 这才是最有利的形式 跟主场比赛式的 张克几次提醒 朱小军就留了心 昨天晚上回去之后 认真看过陶行见塞过来的材料 他的父母都是省职机关的小官僚 耳濡目染 相比刚毕业的大学生 要事故一些 更容易趋于现实 但毕竟是刚迈入 社会的青年 骨子里 还是有些热血在沸腾的 陶行见在材料 将问题反映得很清楚 合资对香雪海 电兵香肠的损害很大 朱小军毕竟走上社会 还没有多久 他奇怪地问 既然合资对香雪海这么不利 但是谈了这么久 为什么就没有其他人提出这些问题 据我了解 惠山市政府 很支持合资的事情 张克暴凶不说话 周游微微一笑 说道 这个是种草与植树的问题 城市绿化 是种草好 还是植树好 当然是植树好 朱小军说道 但是为什么很多城市搞绿化 喜欢种草 百年树人 十年树木 种草 一两个月就很漂亮了 周游笑着说 企业与政府的立场 有很大的差别 一名成功的企业管理者 他一般只看事不看人 而要做一名成功的官员 他一般只看人不看事 周游这么说 未免有些过于悲观了 国内毕竟还有能坚持原则的人 让朱小军去做那个胆大包天 将事情捅破的那个人 可不是几句说教 就能让他热血沸腾的 张克甚至向他承认在这件事中 有爱达公司的利益纠葛 目前朱小军所知 爱达公司是张克的家族公司 张家具体的事情还不知道 但是张家背后站着省长徐学平 却真真切切 朱小军唯恐不能跟张克这边 进一步拉近关系 他也知道 现在省经贸尾系统里 对这起合资案很头疼 都想睁之眼闭之眼 让这件事这样过去 要是由他捅出来 等于是在省经贸尾系统里 捅了的大马蜂窝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个马蜂窝 是背后站着省长徐学平的爱达公司 指使他捅的 他还需要犹豫吗 朱小军做事 没有太大的魄力 总是瞻前顾后 但保他试图顺畅 总不成什么问题 就算这件事过后 他在经贸尾系统里混不下去 将它调到其他系统或地方 都不成什么问题 刚刚大学毕业 享受妇科级待遇的机关办事员 丢哪里 哪里都不会在意的 这件事情谈妥 张克心想 自己又当了回阴谋者 而且这次很可能 直接阴了周景玉一把 谁知道正太集团 与三星有没有其他关联协议 爱达能不站出来 还是尽量不要站出来 张克让朱小军注意 对谁都要守口如瓶 张克更喜欢躲在背后阴人 而不喜欢跳出来 跟别人硬顶 仅仅是正太集团倒也罢了 商业上的 官场上的事情错综复杂 谁知道 这边正斗的酣畅淋漓 那边会不会又跳出一个敌人 陶行剑没想到 张克真会帮他阻止此事 他虽然不清楚 张克已经请动省长徐学平 但是爱达公司一军突起就充满了神秘色彩 既然愿意助他 当然会有一些特殊能耐 不管爱达打的是什么心思 首先要阻止这份合资方案在省里获得通过 11月5日 张克 周游 傅骏与李月如 江戴儿母女乘火车赶往北京 在火车上 张克问周游 要是我们有机会收购香雪海 将这个品牌继续发扬光大的把握有多大 第248章 标王争夺 1995年11月8日 中央电视台广告信息部主任谭熙松女士 起床比往日早了一个小时 出门的时间 她看见母亲坐在客厅里 身边放着一大捆箱 她笑了笑 母亲不知道 她要去做什么 只知道是件大事 烧香希望 她能一切顺利 谭熙松提起一个小时 来到中央电视台媒地亚中心 在员工餐厅的三楼 上百家企业 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二届广告招标大会的数百名代表 也陆续到场 张克与周游 傅俊 江戴儿 持着中央电台式的邀请函 几乎是最后进场 江戴儿的妈妈 适应不了北京的干燥气候 身体有些不适 就留在宾馆里 张克他们在会场门口 进行身份登记 领取胸牌与投标 所用的标准信封 这是央视第二次对广告资源进行公开招标 形势比去年稍微正规一些 作为爱达的营销总监 周游是正式的代表 他将嘉宾胸牌别在胸前 他们服役入场 就引起场内小声的议论与注视 场内人纷纷打听他们的身份 因为任何一家企业 都可以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爱达在国内还没有多大的名声 但是总有人知道 很快张克 周游 江戴儿他们的身份 就在场里传开了 原来是代表爱达电子的 场内的任何一家企业 都可能一军突起 但是场里最吸引人目光的 还是去年的央视广告标王 孔府宴酒厂的厂长孔超 那个就是孔超 周游指出 孔超给张克 江大 傅俊他们看 一家多年销售收入都超不过千万的酒厂 今年截止到现在 销售收入就突破八亿 就是因为他们去年赤巨资夺得央视的广告标王 十一月 对于国内广告界来说 十一月在中央电视台 媒地亚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广告招标大会 是最值得关注的焦点 国内最昂贵 最有价值的五秒电视广告标王 将在央视媒地亚中心餐厅的三楼 通过按标的形式产生 张克还是穿着浅棕色的工装夹克 看起来像个学生 不是像高中生 还是像在读书的大学生 明俊的面宠 挂着淡淡的笑容 从容不迫地看着场内的众人 去年孔甫燕酒厂 以3079万的巨资拿下标王 已经造成巨大的轰动 但是孔甫燕酒厂 在拿到标王之后 所创造的市场神话 让今天的标王争夺更加的火热 周游说道 不晓得今年会花落谁家 张克撇嘴笑了笑 说道 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之间 一共有13条5秒广告 虽然最有价值 还是新闻联播之后 第一条5秒广告 但不是每家企业 都是从这一条广告来的 也是 去年标王的卖价 就达到3000万 今年绝对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不知进退的 周游笑着说 我想 差不多在去年的基础上 翻一倍才有把握 张克笑了笑 心想自己 不横插一腿 今年的标王 应该是山东的秦池酒厂所得 秦池开出的价码 张克也清楚地记得 倒不是说张克记性好 而是秦池开出价码太好记了 6666万 当然 张克不可能跟周游说 他对这事 已经是胸有成竹 眼下只要保持低调 尽可能降低 对招标大会的影响 张克他们坐在角落里 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交谈也是 压低着声音 周游看着全场热闹的情形 分析道 今年可能还是白酒类出价最凶 市巨资夺得标王 市场会一下打开 白酒类的企业 能很容易通过购卖原液勾兑 扩大产量 而且 孔府燕酒今年的市场奇迹 对白酒类企业的示范作用最强 张克微微地点了点头 周游果然有两把刷子 差不多预测到应该出现的情况 他们三天前抵达北京 也做了些功课 那些与央视联络最密切 最热络的企业 多半是冲着标王来的 至少也是要在新闻联播后面的65秒的广告时间里 占领立足之地 虽然坐在角落里 还是有试探的人过来搭讪 谁知傻到 将自己的底牌告诉别人 只是从表情与神态里 判断对方的意图 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 之间65秒 共13条5秒广告 为了防止风投证件的白酒类独占所有标板 央视规定 同一行业最多只能取得两块 对于现场绝大多数厂家 只想挤进同行业前两名 在央视最重要的 最有价值的黄金广告标段 占据一席之地 所以 他们的竞争对手 不是那些想夺标王的人 而是同行业的厂家 到了投标时 现场有些混乱 这次还是采取投案标的形式 只有一次机会 既害怕比竞争对手报低了价 又害怕报价比竞争对手高出太多 白白多花了钱 看着场里众人的紧张 激动 兴奋 便连周游看起来 也跟狂热的赌徒一样 有些狂躁 激动了 他们可是冲着标王来的 许多人一只手抓住信封 半截录在标箱外 另一只手抓住大哥大 或手机大嚷着寝室 一旦场外 遥控的老总改变主意 马上就抽出来再改数字 而信封落入标箱的瞬间 都会下意识地深吸一口气 然后带着几分悲壮的神态 大步地走开 张克拿着签字笔填了个数字 塞进信封里 将信封丢入标箱的那一瞬间 也感觉到现场压迫的紧张 万一形势已经改变了呢 历史会不会跟自己开着玩笑 张克走回角落 周游压低声音问他 多少 让你再煎熬一会儿 马上就要唱标了 张克戏谑地说 周游差点给张克气疯了 看着张克抱胸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他毫无办法 除了张克气定神闲 现场的人无一不并心凝神 直到唱标开始 才又喧闹起来 每唱出一个高架 都会响起一片掌声 先唱出一个6600万的高架 是一家白酒厂 今年果然是白酒厂家 最有夺标王的冲动 这时候 掌声已经像雷鸣一样地盖过来 这个标额一下子超过前面最高额近600万 张克看见左手边的一个中年人 露出得意的笑容 当琴池酒厂6666万紧接着爆出来时 现场突然停滞了一会儿 那个中年脸上的笑容也瞬间凝固 从全场众人凝制的表情 张克心想 历史还是循着原来的步伐在前进 爱达到目前为此 还是唯一的变数 唱标再继续地进行 没有一家报价超过6000万 场内渐渐平息下来 似乎标王已经属于琴池了 大家都开始关注 自己能不能进版 关注同行业的竞争对手 毕竟除了标王之外 还有12条无描广告 最值得抢夺 到底是多少 周游几乎要就张克的衣领了 偏偏到现在 还没有唱到爱达 唱标人拆开一支信封 愣了愣 回头看了一眼 小黑板上写满的场子与投标额 上下左右扫视了一遍 才说到 7908 1200 标额 应该是79081200元 爱达电子 周游愣在那里 全场人齐刷刷摇头晃脑 找哪个是爱达电器的人 很快都把目光聚焦到这里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7000万以上的标额 爱达一下子将标额 推到接近8000万 超过其他人对标王争夺的预期 差点都忘记鼓掌 还是坐在台上的中央电视台 信息部主任谭熙松 带头鼓掌 眨眼间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狂潮 冲涩会场 唱标还没有结束 谁晓得 还会不会有人突然杀出 周游一颗心 更提到嗓子眼 手攥着裤子 手心都汗湿了 张克笑着低声说 看看 早告诉你标额 你还不是一样的坐立不安 要对你自己的判断有信心 周游之前判断 要争夺标王 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翻 也就至少 要给出6000万的标额 才有几分把握 张克不想占秦池的便宜 不然写个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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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足以将秦池的厂长 当场气晕过去 这种缺德的事情 张克暂时还不想做 基于理性的判断 要万无一失地拿下标王 接近8000万的标额 才有十足的把握 直至唱标结束 爱达电子这个7908 1200的标额 都孤独地高悬在小黑板的上方 第249章 央视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央视广告 信息部主任谭熙松站起来时 全场所有人的嘴 似乎给同时捂住 谭熙松再次确认 写在小黑色上的标额 本届标王是爱达电子 一瞬间的沉默 雷鸣般的掌声 淹没谭熙松 对其他中标厂家的介绍 张克捅了捅周游的腰 提醒他 这不是发愣的时候 该他站起来 接受雷鸣般的掌声 与众人的祝贺 接下来 周游除了接受别人的祝贺 与人握手 交换名片 给人群围拥着 就没有控告其他事了 除了中标的厂家代表 其他人陆续退场 谭熙松在央视同人的陪同下 走过来 与周游握手 祝贺你 梅迪亚的今晚 属于爱达电子 谢谢 周游有些眩晕 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谭熙松接下来 又与张克握手 张克淡淡地说道 也祝贺你 梅迪亚的今晚 同属于爱达与央视 哦 谭熙松让张克的这句话 吸引住注意力 看着他黑色深邃的眼睛 为什么这么说 标王概念的炒作 不正是央视广告资源市场化运作 获得成功的必要手段吗 90年代 隶属于国务府的正部级事业单位 中央电视台 在别人的眼里 还蒙着许多神秘的色彩 正如企业需要标王 这个概念 不惜一致千金 央视也需要标王这个概念 来提高央视整体广告资源 在企业眼里的价值 张克的话 让谭熙松颇为意外 他意识到 爱达并非被标王概念 蛊惑的厂商 他们给出的7900万标额 绝不是市场画下的冲动 谭熙松服了服鼻梁上的近视眼镜 还要其他厂商代表要应付 他让工作人员陪同张克他们 参观央视的梅迪亚中心 央视将在下午6点钟 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外界宣布 这次广告招标大会的结果 并会制成新闻节目 首先在晚间7点半的新闻联播 当作重要经济新闻播出 在此之前 可以好好参加一下中央电视台的梅迪亚中心 即使十几年后 央视逐渐退去神秘色彩 张克也没有机会参观中央电视台 江大尔在此之前 完全不清楚他们这次过来的目的 进入会场才知道 原来是参加这届的广告招标大会 但是广告招标大会是什么 他没有关注过 并不清楚 这些广告招标 在国内商界的重大意义 只要唱标人一一唱出那些高不可攀的标额 他才有点吓到了 7900万是什么概念 仅仅为那五秒钟的广告 一年就要付出这么多钱 周游自然清楚标王的价值 对于这点 张克在此之前 就跟他 跟谢婉晴 苏京东 丁淮充分交流过了 只是仅限这几个人知道 标王的价值 绝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最佳的五秒广告时段 同时意味着 在下一年度 掌握整个行业的话语权 因为在央视黄金时段 同一行业 只有两个广告标版 更重要的一点 中央电视台 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 一定会投入巨大的媒体资源 炒作标王 这一概念 就像张克之前跟谭熙松所说的 标王概念的炒作 是央视广告资源市场运作的必要手段 是中央电视台 给他们所拥有的广告资源 做的一次大型宣传 而中央电视台所拥有的公共信息资源 是其他媒体无法想象的 从这一刻开始 中央电视台的标王话题 就跟爱达电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央视比谁都希望夺得标王的企业 能因此获得奇迹般的市场佳绩 让全国所有的企业 看到央视广告的魔力 央视绝不会做出自砸招牌的事情 这就是央视的底线 只要知道央视的底线 跟央视合作起来 就如水得鱼 7908万1200之事 向外宣传的标额 具体的合同金额与合作事宜 是可以跟中央电视台讨价还价的 这个秘密 还是97年第四届标王中山爱多的老总窥破的 从与张克握手时的那句话 谭西松就知道 这次遇到一个狡诈的对手 从他们眼里 看不到对央视这个大不及部门的敬畏 在应付其他中标厂商代表的同时 他就让工作人员拿来爱达的资料 他手头关于爱达的资料很少 央视与爱达从7月开始合作以来 爱达付款的记录十分良好 没有一次拖欠的记录 而且都是以勘利价全额支付 在接下来的紧急措谈中 周游提出 以秦池的标额6666万 作为最终的合同金额 从96年度起 每一个月后支付上一个月的广告费用 而不是一次性付清 谭西松根本就没有奢望 爱达能一次预付全年近8000万的广告费用 95年 国内很少有哪家企业 能一下子拿出8000万来 他在招标之前 也没有对支付方式加以限制 央视需要一个冲动的 鼓舞人心的数额 而不是 让那些参加招标的厂商 在投标前瞻前顾后 而不敢喊出高的标额 爱达的支付方式 是央视默认的 爱达提出 以第二名秦池的标额 作为最终的合同金额 也就是 在爱达自己的标额基础上 下调1240万左右的样子 谭西松吃了一惊 这么大的事情 他不能一人做主 但是要在新闻发布会之前 将事情敲定 他只得紧急向分管的副台长请示 副台长皱着眉头说 至少他们这时候 还没有赖账的打算 央视坚持不同意合同金额下调 但是可以在次要时段 补偿相应量的广告 还可以有针对性的制作科普节目 双方终于赶在新闻发布会之前签订合同 在谭西松向媒体宣布此次招标会的结果之后 周游代表爱达接受媒体的采访 记者首先提出的问题就 我是金华晨报的记者 请问周先生 其他企业给的标额 要么是整数 要么是像6666万这样有意义的数字 爱达投出7908 1200的标额 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周游有些发愣 他今天太兴奋了 还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总不能这时候 将张科拉上来问他 还好那名记者的嘴巴没有停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这是一个对周先生很重要的一个人的生日 周游反应还算快 接着他的话说 很显然是一个人的生日 大家都看出来了 是一个对我们爱达电子很重要的人的生日 是周先生身边的女孩子吗 一名记者很快地跑出问题 大家的注意力 瞬间转移到站在周游旁边的江大身上 江小姐是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她是东海大学的大三学生 年龄上显然对不上 当时的媒体 还没有那么八卦 很快注意力回到正题上 新闻发布会下来 周游被假都汗湿了 不过精神异异 倒是没想到 江大表现出奇的好 虽然她的发言很少 但是给这么多镜头 对着 没有一个普通人能镇定自若的 周游下台来 待到张克 就问那个数字到底是什么含义 张克贪贪手 只说自己临时起义 暂时摆脱媒体 张克他们乘车返回入住的宾馆 中午很随便吃了点面包 甜了甜肚子 计划晚上吃一顿大餐 刚走进宾馆的大堂 TI公司中国区总裁陈信生的助理 坐在大堂的沙发上 他看见张克他们进来 急忙走过来说 陈总想邀请张先生 周总吃顿晚餐 我赶到梅亚地 说是张先生已经离开了 就到这里来找张先生 张克见陈信生助理 等了一会儿的样子 奇怪地问周游 我们在路上没有单的啊 莫非给那个出租车司机载了 又问陈信生的助理 你们知道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 爱达与TI公司的合作 还是陈信生促成 张克这次到北京 自然先拜访过陈信生 但是陈信生不具体负责 TI与爱达的合作 所以也只是泛泛地聊了聊 没有想到陈信生在北京 耳朵也很灵 媒体都还没有正式发布消息 他就先知道了 先知道消息的 还不止陈信生一人 就在此时 两名男子走进大堂 其中30岁左右的男人 走到服务台前 问适应生 请202 206房间的客人 有没有回来 我们是海州住金办的工作人员 之前有打过电话来 有没有方法 能紧急联络上 这两个房间的客人 张克看了周游一眼 说道 有能力的人 永远不依赖媒体获取消息 但是海州那边 怎么也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 そうですね 那边的客人 是海州那边 是海州景潜山的客人 避免 炸了 他们要把火山羹达出在 尴尿 回主 这边是火山羹达出的 火山羹达出的 西匹达出的 您 在